恭喜姐姐 从今日开始 就是尊贵的宁王府世子妃了 虽然世子时日无多 妹妹也同样羡慕 既然你这么羡慕 那你来家 这样你那个不要脸的娘 又真正成为宁王府世子的丈娘 严肃话 你别不是好歹 你这个渴死亲娘和亲弟弟的不祥旨呢 能活到今天就该谢天谢地了 我命这么硬 怎么你们这些败类还活得好好的 难不成是因为命太贱 所以经得起折腾 听到尹肃话骂自己命贱 尹天德想都没想 直接扬起手要给他一耳光 尹肃话嘴角含着一门冷笑 一脚踹在尹天德的小腿上 让他直接控制不住 跪倒在地 那你竟然打人 尹肃话气场全开 眼神像是复仇的冤魂 直接左右开弓 又是两个二巴掌 狠狠甩在尹妙雪的脸上 提醒你们一句 我现在是宁王府世子妃 如果拜堂的时候 让他们看到我脸上有伤 你觉得宁王府 会不会放过丞相死 放过你们 尹天德气的脸上只哆嗦 看着尹肃话 那个像是要吃人的眼神 却终究畏惧宁王府的权势 不敢换手 即时已到 请世子妃出门上花轿了 趁着还能享受的时候 就好好享受 莫要辜负了好时光 毕竟做了坏事 怎么是要有报应 世子妃的花轿已到 请各位让出一条通道 世子有量 世子妃若要进门 需要先当众签了此承诺书 承诺书 尹肃话在花轿之上 听得清楚 看来这个冥王府 未必很欢迎自己 不知世子 想要让我签下什么承诺 承诺进门之后 跟丞相府断绝联系 否则就回去吧 世卫的话 自然代表莫君业的意思 既然如此 也请世子给我一个承诺 世卫听了之后 有些震惊 一个冲喜的世子妃而已 还敢提要求 怎么 只许你们世子对我提要求 我不能跟世子提意见 我们世子什么身份 你又是什么身份 你自己心里还很清楚 严肃话知道 他们这个态度 其实也代表了世子 对自己的轻视 马上去禀报你们世子 要我签下承诺书 简单 他却得答应我 只要我跟他一日 还是夫妻 他就一日 不许纳妾 世卫懵了 这位世子妃 真是好大的胆子 莫不是脑子有病 你们世子爷 若是不敢应下 即刻写了和离书来 我们各自安好 此生 不复相见 侍卫们面面相觑 他们虽然想要为难世子妃 这门婚事 也是皇族大事 他们不敢真的弄出什么乱子出来 所以还是派人进去通病了 有意思 看来他这是看到丞相府 叛復宁王府 吴王 顺便断绝了其他府门的念想 这样也好 我也省他麻烦 他愿意当这个坏人 我自然不会拦着 世卫听得不是很懂 不能骂妾 怎么就扯上这么多事啊 莫君业不准备解释太多 只是冷漠地告诉侍卫 传话答应隐俗话的要求 只要他签了保证书 前门就可以放行 侍卫领命而去 莫君业的眼神 却变得幽远 莫君业的话带到前门 啊 这样无理的要求 世子真的答应了 既然我都能答应他不但无理 而且过分的要求 相应的 让他答应我一个要求 有什么不对 今日王府门前的人都是见证 我引苏化进入宁王府之后 会跟丞相府断绝关系 绝不会为尹家 谋任何福利 也请世子谨记 只要我引苏化还在 他就别想纳气 莫君业并没有出现拜堂 只要引苏化给宁王和王妃进了茶 这门婚事就算是成了 宁王对这个儿媳妇倒是很满意 只是到最后 莫君业也没出现 还有些尴尬 觉得到底是委屈了引苏化 王妃看着引苏化 笑容和煦 她暗暗打量着引苏化 只觉得眼前这个儿媳妇 冒冒着过分 委屈你了 不委屈的 因为这一句话 引苏化对这个婆婆 还挺有好 好了 带世子妃下去吧 明蕊 该高兴才是 离开那一窝豺狼虎豹 至少我能活下去 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明蕊还想问点什么 却被引苏化打断了 今晚那位世子爷应该是不会过来了 我们敷个面膜 早点睡吧 世子爷 王爷方才派人来提醒了一句 拜堂虽然免了 洞房总要过去看看 既然他有这个勇气 踏入宁王府的大门 就要有成为弃子的觉悟 那世子妃那边 就当府里养了个仙人 吃穿用度 不去就行了 是 如果王爷问起 我想去的时候 自然会过去 侍卫没有再问了 只要不是损害王府民生的事情 王爷连问都不会问 就算是世子爷把王府给掀了 只要他能堵住悠悠众口 让人说不出一句错来 王爷都能当 无事发生 小姐 你 你何必这样做见自己呢 宁瑞根本不懂面膜是什么 严肃化看着同镜中的自己 很是满意 以后 不能再叫我小姐 叫叫世子妃 宁瑞刚响应下 却听到砰的一声 吓得一个哆嗦 门被粗暴的踢开了 看着这个婆子 宁瑞是敢怒不敢言 这个婆子根本就不把世子妃放在眼里 世子妃啊 别等了 世子爷今晚不来了 吃点东西吧 婆子从跟着来的婢女手中端过东西 直接哐的一声放在了梳妆台前 菜饭之夜 见了尹苏化一身 刚才她进门没敲门 更没有通船 还是踢门进来的 尹苏化就很火大 你是在找死吗 你 你人什么人 我自然是世子妃啊 不过我倒是很想知道 方才没有我的允许 你是怎么进来的 世子妃 自己到底什么来路 心里应该很清楚 为了巴结我们宁王府 丞相大人竟然连脸都不要了 把你送过来 可见你也不是什么高贵的人 没错 你刚刚说的丞相不要脸 我很认同 不过你一个下人奴婢 公然辱骂朝中大员 这样的话传出去 你觉得你们世子会保你 还是王妃会看在你伺候多年的份上 连宁王府的脸面都不要了 脖子没想到他这么伶雅俐齿 稍微迟疑了一下 又镇定下来 老奴方才也是受了惊吓 一时口不择言了 还请世子妃见谅 这位世子妃初到王府 身边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丫鬟 想必也是翻不起什么风浪的 可尹素化却没惯着他的毛病 突然伸手揪住他的头发 狠狠朝着地上带着过去 脖子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手也处在碎瓷片上 顿时鲜血之流 尹素化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没有一点脱泥带水 旁边的敏蕊都看呆了 你竟然敢打我 我可是世子爷身边的人 婆子说着想从地上爬起来 尹素化直接一脚踩了下去 婆子又是哀嚎了一声 世子妃 世子妃杀人啊 附近的侍卫很快感到 看到脸上涂着奇怪东西的世子妃 还有趴在地上叫唤的老妈子 这个场景 也太非议所思 怎么 这就是宁王府的规矩 刚才是谁在外面守卫 没有通传一声 就放这个不要脸的老货进来 当我这个世子妃 是个摆设不成 侍卫们互相看了一眼 这种话传出去 确实是他们不对 回世子妃的话 这位是府里的管事王妈妈 深得王妃的信任 还请世子妃恕罪啊 仗着王妃信任 就能以下犯上 公然议论朝臣 这是她的意思 还是世子爷的意思 世卫们虽然心里不服 可事情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 他们也不敢胡乱应下 你给我吃了 你给我吃了什么 老妈子这下慌了 她可不想死啊 世子妃 她 她固然有错 她嘴不至死啊 我还不想脏了我的手 只是这样的刁奴 嗜肿而骄 口出狂言 将来定会因为这张嘴 招来祸患 刚刚给她吃的药 不过是让她三日之内 不能开口说话 带下去吧 是 带下去 等等 磕头谢了恩再走 此时 莫军叶的房间 侍卫把新房的隐肃化 做的那些事情 全部跟自己家世子爷 说了一遍 王妈妈被打了 我是怪了 我是说她 在城乡府胆小懦弱 人微言轻 仍然欺凌吗 侍卫额头上顿时 冒出了痘大的汗注 关乎隐肃化的事情 都是她在调查 不知被打了 狮子妃 好像给她吃了什么毒药 据说三天不能开口说话 毒药 狮子不过去看看 那边的情况 王妃身边的走狗而已 我只一听 倒是这个会下毒的狮子妃 有趣啊 世子妃 那个妈妈既然是府里的老人 我们刚来就把人给得罪了 是不是不太好啊 得罪 没有让她以后一直当哑巴 她都应该回去烧一炙高香 感谢祖宗保佑了 野素话洗了脸 重新露出绝美的容颜 比之前还要明艳动人 明蕊在一边已经看呆了 这面膜果然神奇啊 明蕊 把这盆水端出去 你也去睡吧 躺在舒服的大床上 她刚要睡着 就听到窗子有动静 一个黑衣人翻了进来 莫军夜来到床前 她是第一次 见到自己的世子妃 竟然如此出众 如佼佼明月 即便闭着眼睛 也能感受到那份光芒 大晚上不睡觉 出来刺杀 谁怕你来的 莫军夜没想到 自己来探查一番 却被当成了刺客 更没想到一时大意 竟然被这女人摆了一刀 都穿世子妃是个废材 看来所有人都被你骗了 这是什么药 不过是镇定剂 我让你安分一点 如果是毒药 你已经死不瞑目了 没办法 我这个人太过于善良 新婚夜杀人 可不吉利 听到尹苏化的话 莫军夜被气笑了 莫军夜一把拉住尹苏化的腿 将他拉到自己身边 然后将他禁锢在胸前 雷人 斩刺客 尹苏化惊叫一声 没想到这男人竟然还有力气反抗 都怪自己腿太长了 刺耳的尖叫声 使莫军夜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一记手刀 将他急晕 一系列动作之后 莫军夜只感觉眼皮越来越沉 意识也越发模糊 身体不由地抱着尹苏化 向床上刀去 一日清晨 你凭什么打人 丞相府出来的 果然不懂规矩 这都什么时辰了 还不叫狮子飞起床 果然是一入王府深似海啊 想必这只是个开始 不过 为什么他身上好重啊 他费力地睁开眼睛 严苏化惊呆了 昨晚那个刺客 竟然就这样 趴在自己身上睡了一夜 他用尽力气 把男人翻了下去 昨晚的一针镇静剂下去 他睡得倒是香 只是可怜了 他麻木的胳膊呀 这时 外面的声音越发嘈杂 你醒醒 按理说 镇静剂的药效应该已经过了 外面那么大的动静 自己这个昏迷的人 都醒了 他竟然没感觉 如果让人看到一个陌生男人 睡在世子和自己的心房 他就是一百张嘴都紧失不清了 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 门被人撞开了 明瑞被那个夫人推了进来 直接跌坐在地上 看到尹苏化床上竟然有个男人 而尹苏化正在那忙活着 明瑞激动的大喊了一声 世子飞 听到这个声音 外面那个夫人已经冲了进来 尹苏化闭上眼睛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还没等夫人开口 他心发之人 何人喧哗 夫人看到眼前的情景 心中骇然 本来他只是奉命来刁难世子妃 昨夜世子没过来 想必世子妃床下的白帕 并然没有落过红 把那个东西拿走 王妃那里 自然有一番文章可作 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 世子妃的床上 竟然有个男人 老奴姓杜 见过世子妃 床上的墨君叶眼皮动了一下 不过并没有睁开眼睛 她倒是很乐意看看 尹苏化的酒精 不知道妈妈清晨来此 所为何事 回世子妃的话 老奴是按照规矩 来世子妃这里取些东西 不过现在看来 世子妃 似乎需要给老奴一个解释 你想让我解释什么 杜婆的扬起下巴 示意床的方向 奸妇 这几个字 说得无比痛快 很快 侍卫出现在门口 不过 他们看到床上躺着的那个人 都愣住了 随后都只是站在门口 没有再动 你们身为宁王府的侍卫 难道没有看到这个丢人信眼的 世子妃床上的贱夫 还不去把他抓来 提到王爷王妃跟前受死 你方才说 本世子是奸夫 要让我死 牢牢见过世子 耶稣话懵了 昨夜那个刺客 竟然是世子 自己的夫君莫君业 见到本世子 你好像很意外 真是没想到 世子竟然在此 昨夜洞房花烛 本世子不在此 应该在何处 老婆子一时情急 说错了话 今日前来 这是按照王妃的吩咐 照章办事 这种时候 只能把王妃搬出来保命了 尹苏华已经调整过来 大步流星地走到他跟前 采取了主动 王妃让你来做什么 按照老规矩 来世子妃这里 哪一样东西 说完 她的眼睛 小心翼翼地 看着心床的位置 尹苏华当时就明白了 她的目的 是她吗 世子的身体别人不清楚 王妃这个慈爱的母亲 还不清楚吗 昨夜世子虽然留宿 却有心无力 王妃此举 实属多此一举 你最好请示王妃 要不要把这条帕子 挂在王府门前 让大家都来瞻仰一番 看看大家是觉得 我这个世子非诗德 还是另有原因 莫军夜脸都黑了 这个严肃话 故意说我不行 是在报复我 刚刚看她出丑了吧 杜婆子表情变了 这样的话 她怎么敢接呀 怎么不说话了 方才趾高气昂地 说我不要脸 让我解释一下的 不是你吗 难道王妃 让你见到我的时候 嚣张一点 一定要在大婚第二天 给我安上一个罪名 让整个宁王府 跟着丢人 自然不是 世子言 此时关乎我的民节 和整个王府的声誉 我可否处置 当然可以 莫军夜咬牙切齿 竟然不提 他刚刚对他名声的损害 引肃话这个仇 他记下了 身为下人 没有规矩 惊扰世子休息 还对本世子妃 指手画脚 诬陷本世子妃 羞辱宁王府 这顶帽子扣下来 杜婆子刚刚心中的轻视 顿时变成了惊吓 他重重地磕头 疯狂地解释 世子妃 老奴真心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老规矩 老规矩 便是在我进门第二天 打了我的婢女 嘲讽我们丞相府的规矩 这就是宁王府教你的规矩 杜婆子终于亲自领教 这世子妃 不好惹 世子妃 老奴知错了 知错 那就是认罚了 那我问你 你想死 还是想活 一句话 周围的人都惊掉了下巴 这世子妃怎么这么彪悍呢 墨君业根本就没有阻拦的意思 只是黑着脸 作弊上官 还没等杜婆子反应过来 叶速化已经从自己的小药房中 取出了一根银针 准确无误地 扎在了他的牙靴上 顺手就把他的下巴卸了下来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完全没有拖一袋水 世子妃饶命 奴婢知罪 她老老实实地跪在那里 身体不停地颤抖 众人看着 都惊讶地说出话了 这位世子妃 果然有性格 而且有手段 卧君业冷眼看着 这个动作还挺熟练 昨晚她好像也是这样 在自己身上扎了一下 杜婆子也完全知道了 尹速化的厉害 口不能言 只能一个劲地磕头 祈求饶恕 明蕊 收起眼泪 她刚刚怎么打你的 给我加倍还回去 明蕊梦了 还回去 以往在丞相府 她只有被人打的份 见到那些老妈子 她都恨不得绕着走 现在世子妃竟然让她动手 打一个宁王府 伺候多年的婆子 还是王妃身边的人 她怯懦地应了一声 看着尹速化的眼睛 终究没敢动手 她是被欺负怕了 早就养成这种性格 尹速化叹了口气 恨铁不成钢 来人 来人 世子妃 请吩咐 佩刀 世卫没有理解尹速化的意思 小心抬头看着她 刀给我 明蕊不敢动手 只好她自己来了 杜婆子浑身都在发抖 这位世子妃是太不好惹了 尹速化的语气 那叫一个淡定 好像只是在要一件 不起眼的东西 两位侍卫 也是面面相觑 世子妃要刀 一直冷眼旁观的莫君业 开口了 给她 看到尹速化提着刀 一脸冷漠的朝着自己走过来 杜婆子一边摇头一边颤抖 却因为下巴被蟹 没办法求饶 突然 一股子腥臭的味道传来 杜婆子身下一片黄浊 好歹也是府里多年的老人 竟然被吓尿了裤子 莫君业厌恶地闭上眼睛 恶心 污染了我这心房 你可是最佳一等 我该怎么罚你 杜婆子看到她那没有任何温度的眼神 不顾身下的湿热连连后退 盼住她 尹速化手起刀落 身后的丫鬟再次尖叫了一声 混死了过去 杜婆子的一根手指被斩落在地 旁边的侍卫看着都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这位世子非夜太狂野了 掏出银针 尹速化又在她身上扎了一针 又利落地把她的下巴接回去 杜婆子痛苦哀嚎如期而至 不是要请示王妃吗 就拿这个去交差吧 杜婆子心里恨极了这位世子非 又不敢反抗 谁让她狗眼看人低 觉得这个世子非好拿捏呢 明睿 你先出去吧 尹速化知道 明睿心里一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眼前还要应付这个不太一样的世子 还是让她远离战场 世子营 刚刚的戏 好看吗 昨晚 你给我抓了什么 真心气 不会伤害你生命 我也是为了自保 我怎么知道世子有门不走喜欢走窗户 而且明明是自己的心房 还要穿一身夜行衣 是急服不合身吗 墨俊叶的表情冷淡了几分 想起了刚刚她暗示自己不行的事 这对男人来说可是致命的 你方才的话 似乎是本世子帮你背了黑锅呀 我只是说世子体弱 他们自己思想肮脏 要怪也是怪他们吧 墨俊叶咬了咬牙 脸色更黑了 方才我可是仗着世子在这儿 才惩罚了刁奴 世子要不要跟我一道 过去跟王妃解释一下 毕竟心腹进门 虽然王妃是墨俊叶的继母 也应该去请安 解释 本世子需要跟他解释 或是你自己闯的 自己解决 他没有再停留 越过尹肃化走出房间 尹肃化也没有挽留 收拾收拾 要去会会那位慈爱的王妃了 世子爷 您没事吧 你们希望我有什么事吗 墨俊叶提起这个 就不太高兴 世卫看着他的表情 就不敢说话了 一个男人被新婚妻子 当众说不行 换谁心情都不会好吧 世子妃 一会儿我们去见王妃 万一他提起那两位妈妈 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他敢提 我就敢答 反正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尹肃化对着镜子 看着自己的妆容 不用太精致 反正她的脸已经足够完美 这是尹肃化第一次这样在王府中行走 毕竟这里跟丞相府的格局不同 她不是很清楚王妃在哪个院子 加上王妈妈和杜妈妈接连在她手里栽了跟头 王妃那边竟然没有人过来给她引路 如果想要故意让自己迟到 然后斥责自己理数不周 没有家教 那就把这些责任都推到丞相府身上好了 昨天自己在王府门前承诺跟丞相府断绝关系 不会为丞相府谋福利的话 想必已经传到尹后颜的耳朵里了 再给她加上一条丞相府家教不行 嫡出大小姐竟然不懂规矩 看看这样的话遍不经成 尹妙许还怎么嫁人 反正她已经成为丞相府的妻子 没必要为丞相府的名声和兄弟姐妹的虔诚 顾及任何东西 谁在那里 见到本小姐不知道行礼吗 明蕊习惯性的要行礼 却被引肃化拉住了 行礼当然可以 不过我们总要知道 你是府里的哪位主子 是王爷的侍妾 还是什么公子的偏方 不然称呼的时候辈分错了 不是要一笑大方 听到尹苏华明显没有把她放在眼里的话 女子性眼怨正 当她看到尹苏华的脸 又有些嫉妒 这样的面容还真是祸国殃民呢 还没等她说话 她身后一个婢女 满脸鄙夷的看着尹苏华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们姑娘可是服远博的千金柳琳郎 宁王妃是我们姑娘的姨母 府里什么时候出现你这种不知死活的下人 竟然敢穿得这么招摇 在这里逗留 宁王妃刚想说出他们的身份 引肃化又把她制止了 那依着你的意思 我们应该在哪里 既然是下人 自然应该去伺候主子 王府的规矩都让你吃了 说的也是 既然是下人 自然应该伺候主子 只是不知 你们服远博府的规矩 就被谁吃了 这是宁王府的园子 即便是训斥 还有王妃 还能轮到你一个贱臂 既然知道这府里是我姨母说了算 还不跪下给我认错 我可以饶你不死 是吗 不如我们直接到王妃跟前 看看她会不会让我死 引肃化的表情淡定无比 正好找不着王妃的院落 现在有人带路 也算是帮自己解围了 这个可恶的女人 仗着自己有点姿色 竟然这样大言不惭 看她那个嚣张的样子 难道是宁王新纳进门的事件 不公顺的东西 即便是我姨父的妾室 在我跟前 也没有这个资格大放厥词 柳小姐觉得 但凡好看点的女人 都应该被你姨父网罗了去 怎么 你是在讽刺宁王爷的作风 还是在影射王妃的宣欢 尹肃化伶牙利齿 柳琳郎自然比不上 她身边的婢女 看到自家主子被人这样顶撞 想要过来出手教训尹肃化 尹肃化都没有躲 直接一根银针在手赢了上去 婢女手掌扎进一根银针 当时疼得惊叫起来 你竟敢伤人 人 刘小姐 你确定你带的是人 你是仗着你姨母王妃的事 她又是仗着谁的事 这样的狗奴才 我没有直接让她死 已经算是给王妃面子了 尹肃化一口一个王妃 所以柳琳郎到现在都没有想到 眼前这位绝美的人 就是昨日宁王府刚刚取进门的世子妃 你可敢通我到姨母跟前分说 求之不得 正好 我也是要过去给她请安 世子 世子妃在后花园撞上了柳小姐 世卫非常及时的把尹肃化的动向回报给墨君业 墨君业还在为尹肃化说自己不行的事生气呢 所以脸色并不好看 怎么 你觉得她会吃亏 那倒不是 只是昨日柳小姐并未过来 并不认识世子妃 似乎还以为她是王爷的侍妾呀 王妃母家那边的人都是这么没有脑子 你还不习惯吗 墨君业的讽刺并没有迟到 世卫没接这个话 虽然这是个实情 看样子 是王妃那边 故意没让人来接世子妃的 世子妃因为在院中迷路 才会碰到柳小姐 你觉得一个看人手指都不眨眼的人 会在意柳琳琅的刁呢 侍妃这次没说话 今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个柳琳琅要倒霉了 看看王妃要怎么处理 才能在父王面前 维持自己的贤良吧 姨母 你要跟琳琅做主啊 林妈妈 外面可是琳琅来了 王妃 老奴听着 也像是表小姐 她不是回乡祭祖 连昨日她表哥的婚礼 都没有赶上吗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许是想念王妃了 所以赶回来了 既然是想念我 怎么还哭着喊着 让我做主呢 许是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 让小孩子脾气吧 王妃也知道 这位表小姐的性能 总是这么毛毛躁躁的 幸亏当时没答应 她和俊逸的婚事 不然不知道要闹出多少笑话 王妃这句话里 内容可是很多 林妈妈也是心照不宣 只是陪着笑脸 当柳琳琅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那嘴巴撅得牢高 怎么了 我们的琳琅 在外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姨母 你这个王妃也太和善了 纵容那些不要脸的人 无法无天了 府里 府里谁不认识你这位表小姐 怎么会有人惹到你头上 不知道 反正长得一脸糊媚 难道不是姨父新买来的世界 柳琳琅见到亲人 自然觉得有人帮自己撑腰了 王妃表情更加难堪 这些年 明王爷洁身自好 根本就没什么多余的侍妾之类的 府里的侧妃 也都是伺候多年的人 安分守己 况且他们都认识柳琳琅 绝对不会惹她如此生气 坐下来 好好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当然不是 那个女子好不要脸 见到我不但不行礼 反而打了我的婢女 府里竟然有这样的人 回王妃 按理说 府里的下人 不会这样没有规矩 怎么没有 让 我已经把她带来了 她还跟我说 王妃绝对不敢把她怎么样 世子飞到 儿媳见过王妃 听到隐素化的称呼 王妃眼角的尴尬 就有些隐藏不住了 这个人 就是给君业表哥冲洗的世子飞 我的儿 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新婚三日无大小 不用这样距离 儿媳不敢 不然会被人嚼舌根 说我教养不好 王妃听得出来 这是在影视 今日杜妈妈说的那些话 她用袖口 掩了一下嘴 随后就挂上自己 清和满分的笑容 怎么会 而且你也不用如此身份 称呼我母妃就好 按理说 自然是应该如此 不过 素化不敢 何出此言 昨夜 洞房花烛 便有一位王妈妈 自称是王妃身边的人 嘲笑辱骂于我 铺了我一身菜汤 看在王妃的份上 我只是略失惩戒 熟了今日一早 杜妈妈又称 侍奉了王妃之命 打了我的婢女 闯进我的心房 指着上位起床的世子爷 说是肩肤 堂而皇之的让我解释 王妃脸上的端庄 要绷不住了 这两个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的老东西 她还没想好怎么处置 我既然嫁过来 自然是宁王府的人 而且是过了皇命 是堂堂正正的世子妃 王妃身边的人 竟然这样轻视于我 想必是王妃不想承认 我这个儿媳妇吧 我自然不敢称呼母妃 都怪我这些年 对下人太过于仁慈 在纵容的他们 如此无法无天 看来确实是我的错 母妃在这里 待他们给你赔个不是 严肃化心中想着 这果然是个老白脸 不过她不想给王妃这个机会 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想不到 王妃是真的不喜欢我 既然不满意这门婚事 不如让世子爷写了和离书来 不必不会赖在这里 肃化 你这是 本来肃化以为 那两位妈妈 只是虎假虎威 王妃并不知情 可是大婚第一日 王妃这里不但没有人 引我来请安 还要给我道歉 这不是让天下人都知道 我这位世子妃 是个不尊婆母 不尽长辈之人 明明是我被人侮辱了 反而要承受这样的结果 我怎能不惶恐 王妃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显然也是被抢白的够呛 不过是个冲喜的世子妃 还真以为自己很尊贵吗 我姨母已经给你脸了 你别不要脸 这位便是抚远伯父的柳小姐吧 方才在后花园相遇 我好歹也是她的表嫂 她不过是看到我身边只有一位丫鬟 竟然要让我给她行礼 她身边的丫鬟还想动手打我 难怪我进门之前 世子爷要我承诺 跟丞相府断绝关系 看来是看到了王妃进门之后 这些母家的人 是怎么仗势欺人的 尹苏华说这些东西 真是字字戳心 聚聚见血 王妃的涵养再好听到这样的话 脸也挂不住了 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来路 不过是丞相府不受宠的嫡女而已 听说你从小就克死了亲娘 还有没出生的弟弟 这次嫁过来 如果军业表哥有什么事 你竟然敢打我 姨母 你看到了吗 王妃也是无语了 这外甥女方才说那些话 如果让宁王听见了 她都保不住服远伯府 莫军业是宁王的眼珠子 就算全天下都知道 她马上就要死了 也没人敢在宁王跟前提 你应该谢谢我 不然你会知道 什么叫做祸从口出 不信 问问你姨母 林郎 以后不能因为是一家人 就口无哲拦了 还不谢谢你表嫂 方才就证你 不然你真的要闯祸了 不用道歉 我跟柳小姐也不会是一家人 毕竟我命太硬 万一柳小姐着急跟我攀关系 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 素华 方才的话不要往心里去 不然就真的是在怪罪我这个母妃了 你两个婆子还有我这外甥女 这些表现 我自然难辞其咎 你放心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紧素华就知道 这种时候 王妃只能壮士断腕 来人 表小姐身边那个婢女 对世子妃不尽 差点让表小姐惹出大祸 张嘴五十 送回伯府发卖 马上有婆子上前 把刚刚那个被尹素华教训的丫鬟给拖走了 把王妈妈和杜妈妈带上来 见过王妃 见过世子妃 杜妈妈忍着疼痛给他们请安 而王妈妈只能磕着头不能说话 素华 这两个雕奴竟然在新婚之日舍得你和军业不快 那就交由你处置吧 如果我想杀了他们呢 姨母 难道宁王府 要让他这个新过门的媳妇做主 做人呢 最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既然知道这里是宁王府 你一个服远伯府的千金 不过是仗着跟王妃的亲戚 就在这里指手画脚 看来家教真是不错 旧琳朗脸都绿了 刚想反驳王妃示意她可别再说话了 王妃不是傻子 她看得出来 外甥女完全不是尹苏华的对手 之前两位妈妈也确实栽到了尹苏华手里 如果她不处置 让宁王知道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知道他们是犯了大错的 不过他们在府中伺候多年了 也算是小心翼翼 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 不如成见一番赶出府去 毕竟你和军业刚刚大婚 如果出现人命 也不吉利 王妃 其实我方才就是那么一说 我已经惩罚过了 他们不过是构章人士而已 罪不至死 至于要不要赶出府去 这个自然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毕竟这个府中管理内宅的还是王妃 不是我这个刚进门的心腹 林妈妈心中惊讶 这个是自非 好阴险的心思 就这么几句话 就把刚刚王妃 要保那两位妈妈性命的心思 变成了要把伺候多年的老人 赶走的思维 王妃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却也只能咽下这口气 至于刘小姐 王妃不想让她给我道个歉吗 去凭什么 王妃闭上眼睛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琳琅 还不去给你婊嫂道歉 柳琳琅听到这句话 有些不敢相信 她回过头 看了看王妃 又注意到林妈妈严肃的神色 瞬间明白了 卧君业的小院 侍卫又把今日的事情 跟她汇报了一遍 看来王妃的家里 也要逮不住了 啊 世子妃正带着她那个婢女 在王府转悠 看情况是在熟悉环境啊 无妨 随她去吧 既然她答应了我的条件 就是做好了跟丞相夫决裂的准备 她是铁了心要留下来的 既然这样 世子当初何必答应她那个要求啊 她的条件 对我来说提或者不提 传成一样 世子爷 齐公子到了 嗯 请她进来吧 世子妃 今日你对王妃说的话 会不会让王妃记恨呀 我打了她的人 你以为我谨小慎微 她就会当作没有发生过 那世子妃的处境 不是很不妙 刚刚进门 就得罪了婆母 以后我们是不是要更点小心了 放心吧 她不会对我怎么样 至少明面上不会为难我 毕竟她可是百姓口中 继母的典范 贤良的标杆 这么多年了 王妃维持这个形象不容易 怎么会因为自己一个跟娘家断了关系的冲喜 世子妃一般见识呢 毁了自己辛苦多年的口碑 不知道 世子妃 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想知道世子爷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 是啊 昨夜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进门呢 没有人进门 那不是还有窗户吗 世子妃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一直没跟你说 关于我的 算是吧 其实丞相府中还有一个人 我想请世子妃救出来 什么人 当年夫人身边的周妈妈 那些人 不是都发卖出去了吗 我也是无意中见到周妈妈 特征在被那些婆子和丫鬟欺负 当时那个情景我都看不下去了 她是为了守着世子妃才留在丞相府的 不过她不让我告诉你 说她现在只能给世子妃添麻烦 只要看到你还好好活着 她就算是对夫人有个交代了 敏锐的话 让丫鬟欺负差点泪目 越是爱憎分明的人 越容易被这些事感动 所以 当年我母亲 到底为什么要嫁到丞相府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 估计只有周妈妈才能告诉世子妃了 野素话看了看明蕊 其实也有些感慨 跟自己相比 她虽然年长一些 不过也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而已 为人又唯唯诺诺的 母亲死了那么多年了 她那个时候确实不会知道什么 本来是要跟丞相府 老死不相往来的 看样子三天回门 我还是按照老规矩回去一趟 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要把周妈妈一并救出来 你也认为我没事 不错 除了沉寂啊 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买相 齐公子语气很是肯定 有没有一种针法 扎在特定的穴位上 就会浑身无理 之后失去意识 没有 莫军叶更加琢磨不透了 看来这个野苏话 确实有点本事 他们之间的对话刚刚展开 就听到有人敲门 侍卫进来之后 表情很是慌张 狮子 楚大哥有些奇怪 何事 不管我们跟他说什么 他就是一副苦笑的表情 现在吞咽都很困难 还一直在咳嗽 本来我们以为不是什么大事 可能是偶感风寒 现在他浑身都在抽搐 正在地上打滚呢 老烦齐公子 过去看看 我既然来了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不过 齐公子看了一眼旁边的莫军叶 把剩下的话也回去了 还是过去看看再说吧 见过世子爷 齐公子 人呢 莫军叶没有跟他们废话 时间就是一切 大家把通道让开 躺在那里的楚大哥 看到莫军叶之后 还想起来见礼 不过行动受限 根本没办法动弹 好声躺着 不许出事 莫军叶声音微严 齐公子眼神有些惊诧 竟然拖到了这个程度 他觉得自己刚才的担心 已经成真了 都没有把脉 他直接问了一句 你身上的伤口在哪 侍卫们面面相去 终于有人想起 楚大哥腿上的伤口 哑巴了 世子爷 齐公子 楚大哥的伤口在腿上 不过并不严重 所以那日并没有放在心上 小胡闹 拿剪刀来 他直接动手 把楚大哥腿上的裤子剪开了 那里有个不大的伤口 虽然看样子得到了及时处理 不过还是出现了 红肿流浓的情况 马上帮他清理一下伤口 不要再缠纱布了 好 我们马上去 我军夜看着齐公子的表情 就知道事情好像没表面上那么简单 当着侍卫们的面 他并没有问 齐公子很快就把药方开好了 莫军夜看了看上面又是防风 胆囊兴 白富子 又是枪活 白纸 添麻之类的 似乎都是去风的药材 侍卫们拿着药方匆忙去抓药了 齐公子也跟着莫军夜回到小院 很严重 我给他开了去风书表 解毒定精的药 金人士 听天命吧 轻者皆知 种者有性命之忧啊 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脱太久了 当时处理伤口的方式不对 现在毒素已经入侵 即便是我祖父 也是束手不择呀 这破伤风 本就是卧槽难以治疗的疾病 哎呀 想不到竟然被他给赶上了 啊 你有几层把握 保证他活着 哎 实话说 我没把握 狮子爷 杨大哥 方才冲撞了狮子妃 为什么 好像是 杨大哥出去抓药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狮子妃 刚好没拿稳手里的药方 落在了地上 被狮子妃捡到了 不肯归还 带他来见我 狮子爷 你找我 听闻你今日很生威望 在王妃那里砸了场子之后 又拦着我的侍卫 耽误他出门 他自己走路 没有拿尾药方 我不过是顺带着看了一眼 简单的问了一句 就成了阻拦 莫军叶看了一眼之前来报告的侍卫 从他的表情中 知道严肃话说的没错 不懂的事情 没必要过问 耽误了时间 会出人命 对于这个世子妃 自己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如果是王妃那边的人 估计现在已经挨打了 严肃话的态度 却让他又一次出乎意料 霍伤风 如果不及时打上免疫球蛋白 药方中那些药材 不过是缓解作用而已 只要毒素继续入侵 轻者劫之 重者要命 这些你都是听谁说的 那个药方很明显是去风拔毒 容易破伤风出气感染的 不过 看刚刚那个侍卫行色匆匆的样子 需要那些药的人 现在应该已经很严重了 在下齐伯衡略同医术 凭狮子妃方才的话 似乎是对这破伤风有所了解 他拱了拱手 难掩自己的欣赏之气 听到这个名字 尹肃话就想到他是谁了 太医院院政的孙子 也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看样子 他跟莫军叶的感情很是要好 略动皮毛 不足挂齿 狮子爷 可否让我看看伤者 莫军叶听到尹肃话这番话 知道他应该是有备而来 一个无依无靠的世子妃 想要在这个府中立足 自然要靠自己 既然他想要表现 自己也不妨给他这个机会 尹肃话推开门 就见到了痛苦的缩在那里 脸上浮肿 笑容苦涩而奇怪的楚侍卫 有齐公子在 他相信伤口一定已经消毒了 他二话不说 直接从空间中 拿出一只破伤风免疫蛋白 直接朝着楚侍卫走过去 也扎在了楚侍卫的身上 一推到顶 他起身的时候 迅速把针筒收好 扔回了工作室 世子爷 如果不把他治好了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说 我先把他治好再说吧 毕竟我相信世子爷 不会是爷 而且事情也不大 好 如果齐公子不介意 我想另外开一副药方 不过会给你过目 如果你觉得不妥 也可以跟我商去 不敢 看方才世子妃的动作 就知道医术高明 隐素化也没有多说什么 接过世卫帝来的纸笔 快速地写下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齐伯恒在旁边看着 起初只是好奇 越往后看 眼神越是明亮 船公 大黄 船屋 玄仙 江蚕 蜈蚣 这幅幼方实在是妙 我竟然没有想到 听到他的话 莫军夜 抬眼看了 看一件俗话 自己的这位世子妃 果然有些过人之处 有意思 丞相府送了这么一位宝贝过来 不知道会不会后悔 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吧 水煎服 几日两次 多谢世子妃 如果楚大哥能活下来 小人以后一定干脑徒弟 不需要这么惨烈的下场 如果干涸脑子都已经洒满地了 不会没有办法救回来 行了 快去抓药吧 他知道 自己的药 一定管用 世子爷 我先回去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差人过来就是了 这样的办事 如果我祖父知道了 一定也很欣慰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你怎么知道 他一定能治好破杀风啊 其实你也很清楚 他是有把握才出手的 不然你这个镜子 怎么会任由别人 用你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 世卫做实验呢 墨君业没有接话 那个表情却好像在说 就你知道的多 世子妃 那个姓楚的世卫 真的能治好吗 霍商风可是很多名医 都束手无策的病 变观的很多将士 都是因为这个 才会失去战斗力的 等等看就知道了 那世子妃 想要跟世子做什么交易 又有人得罪世子妃了 明睿想起 引速化的勇气 都觉得后怕 当时墨君业 那个冷漠的表情 他站那么远 都觉得自己要成冰雕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引速化很确定 这个交易 一定能成 临近晌午 小厨房把饭菜送来 估计是引速化 一战成名 送膳食过来的丫鬟 那都是小心翼翼的 走路都不敢有太大动作 引速化也不想解释 有人怕 未必不是好事 还没等他动筷子 有是非来求见 是世子爷让你过来的 回世子妃 小的按照世子妃的方子 抓了药 让小厨房煎好之后 发现楚大哥 没有办法完全张开嘴 这药汁 也没有办法咽下 此时我倒是给忘了 看样子 我又要多走一趟 前面带路吧 是 齐公子 让我来吧 引速化都没有迟疑 直接就从工作室 拿出一根导管 看到这个东西 齐伯衡愣住了 世子妃 这是 能让他把药喝下去的东西 说完 引速化动作非常麻利 把导管插进了 楚世卫的鼻腔 看到楚世卫有些不适 想要挣扎 引速化也没有皱眉头 只是叮嘱他不要动 就继续手里的动作 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 导管完全插入 引速化慢慢的把汤药捣入 汤药见底 引速化收起导管 又拿出两支针剂 一支抗生素 一支震惊剂 明睿不住的看着引速化的袖子 这些东西 世子妃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 眼看着楚世卫整个人的状态 更加放松 竟然有了睡意 旁边的侍卫们都喜出望外 多谢世子妃 不用谢我 谢你们世子爷吧 毕竟他都不知道我的条件是什么 就点头了 世子妃 你的袖子里 什么时候塞了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啊 该让你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有时候保留底盘 也是为了保全自己 明睿虽然不懂 也没有追问 整整一个下午 那边没有任何动静 明睿在房中不停的走来走去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世子妃 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你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没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 莫军叶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膳过后了 明睿早就等得没有脾气 失去耐心了 见到莫军叶急忙失礼 他小心翼翼观察着莫军叶的表情 真担心 他是因为隐肃化的药不管用 来找他算账的 明睿 你出去吧 没什么事 就早点睡吧 是 说吧 你的交易内容 隐肃化已经明白 楚世卫 一定是没什么事了 我想请世子爷 明日陪我回门 我记得 你进门当日 似乎是承诺过 不会跟丞相府 有什么联系了 恃宠而交的人 他不喜欢 更何况他对于这位世子妃 根本谈不上宠啊 丞相府里 还有我娘给我留下的东西 我自然要拿回来 这样才算是断了他们的念想 你娘 莫军叶眼神变得悠远 其实他们两个人身世很像 都是从小失去了亲娘 思寸了片刻 他点了点头 来人 世子 有什么吩咐 去安排一下 明日一早 我们要去承相府 杨世卫愣了一下 看了看淡定的隐缩话 最终什么也没有问 硬下之后 就退了出去 你的艺术 是跟谁学的 这个 是我的秘密 我现在不想跟世子分享 莫军叶迟疑了一下 眉头也轻轻拧了起来 还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即便是凝王 对于他的问题 不想说的 也只是委婉堂塞 像他这般直接的 平生第一个 世子爷 不回去休息吗 看到莫军叶的愣重 他提醒了一句 莫军叶似乎是被他激发了 某种心理 也一口回绝 是 本世子的心房 你想让我去哪儿啊 当然是回你自己的院子去了 反正你对这门婚事又不满意 你看不上我 我也未必喜欢你 我们以后就井水不犯河水 需要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我想在哪儿 不用经过你允许 世子爷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刚刚像是感情很好的小夫妻在伴嘴 这句话可有点聊 莫军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反而提到了齐伯衡 那位齐公子说你的医术 也许在他之上 世子爷相信吗 你觉得呢 世子爷 你真的相信 自己活不长了 尹肃化在他面前坐下 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他那个大方自然的动作 还有烛光中 那明媚的脸颊 让莫军叶有些失神 稍微过了一会儿 他反应过来 什么意思 如果我说 我可以让世子爷活下去呢 你是觉得 齐公子说了你的好话 我就要相信 你的本事 能从阎王手里抢人 我的医术 自己清楚就好 暂时不想让外面人知道 世子爷 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他们不会说 就连伯衡 也不会透露给任何人 那就好 你是觉得 冲喜对我有用 当然没用 所以 你刚刚的话又是什么意思 冲喜没用 但是我有用 我可以治好你 世子爷可敢相信 莫军叶的眼神亮了一下 活着固然好 只是眼前这个女子 似乎没有办法 给她这个希望 自己从小体弱 父王和皇上都耗费不少心力 寻访了不少名医 都没有办法让她康复 只能眼看着她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眼前这个不受宠的丞相嫡女 传闻中 蠢笨如猪 空有一副皮囊的世子妃 此时竟然眼神坚定的跟自己 说这样的话 只怕那些名医都会不服气 世子从出生的时候便是体弱 如果没有名医的维持 恐怕早已夭折 拖了这些年 已经是万幸 诸如此类的话 估计世子早就能背下来了吧 所以 你是想给我希望 然后让我绝望 越是跟隐宿化接触 她越是觉得 此女跟传闻中 太不相同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 也不涉及到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是此 可否让我切一切脉 既然好奇 就看看吧 野宿化也完全没有绞柔造作 桌上的东西规制了一下 免得爱手爱脚 她的表情 却像是换了一个人 尤其是眼神 变得无比严肃认真 这个让莫俊叶都觉得意外 还没等到反应过来 隐宿化呢 带着些许暖衣的手指 已经搭在了她的手腕上 看到隐宿化很快 就像是那些名医一样的表情 莫俊也没有任何期待 即便是换了一百个人 自己的病情就放在那里 不会改变 果然 还有不到一年的寿命 隐宿化把过莫俊叶的脉之后 也感慨了一句 莫俊叶把手收了回去 面容并没有变得沉重 这个结果是她早就知道的 看到她淡然不抱希望的表情 隐宿化追了一句 从脉象上看 确实没有多长时间 那是因为没有遇到我 遇到你 又当如何 可以享受常人之受 反正最坏的结果 不过是没有办法帮你 万一真的可以让你活下去 你就算是赌赢了 其实不存在你输的情况 不是吗 她的眼睛 像是天上的星星那样明亮 莫俊叶的表情 变得高深莫测 活了这么多年 这是她见过最自信的女子 也是最奇怪的医者 你真是严肃化 如果你想问 我是不是那个亲娘死了之后 在丞相府尴尬生存 在妾室扶正的继母手底下挣扎 没有亲爹护友 还被当成棋子一样 拼命送到世人眼中 有去无回的宁王府的引肃化 我确实是 这个回答很是巧妙 概括了她之前所有的经历 她很清醒 还有呢 或者你要问 我是不是那个任人摆布 逆来顺受 唯唯诺诺 没有脑子的绣花枕头 那我不是 狮子爷 时间不早了 歇息吧 考虑到你的身体 我就不让你睡在地上了 莫军叶一脸黑线 这个女人 莫不是疯了 自己堂堂一个世子爷 她出来乍到让自己睡床上 只是出于同行 没想到 引肃化果然宽去外衣 往里边躺了一躺 给她留足了位置 世子爷如果不上来 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这里可不敢劳烦您这样的大人物 给我守夜 出去的时候 帮我把门带上 引肃化完全没有把莫军叶这个夫君 当成什么重要人物 说话的时候也是无比的随意 莫军叶的表情越发精彩 或许是不服气 莫军叶快步走到床前 直接躺了上去 过了半晌 她突然起身 她以为自己的举动会惊到引肃化 结果又让她意外了 引肃化 已经睡着了 睫毛轻轻忽闪 连睡颜都这么好看 那个瞬间 她觉得其实活着 非常不好 吹吸了蜡烛 她重新躺了下去 听着引肃化 均匀的呼吸声 反而是莫军叶 睡不着了 这个情况 让她始料未及 正在犹豫 引肃化 扔了一条腿过来 直接搭在了她的腿上 如果是平日 她一定很嫌弃 可是引肃化 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而且她的呼吸 还是那么均匀 她自己都已经惊讶 这次竟然不生气 她找了个理由 说服自己 她困了 清晨 引肃化醒来的时候 莫军叶已经坐在那里 喝茶了 嗯 狮子爷走 准备准备 用了早饭 又要出门了 莫军叶说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已经想好 估计到了丞相府 自己就是个工具人 引肃化 她并没有着急 只要有她跟着自己 就算是不说话 都赢了 明蕊进来伺候 引肃化 梳洗的时候 都是绕着莫军叶走 莫军叶还有些怀疑 自己吃人吗 你叫什么 灰狮子爷 奴婢明蕊 如果有错 都是奴婢的错 跟狮子妃无关 我看起来很不讲理 不 不是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我也要洗脸 帮我打盘水过来 莫军叶已经用余光 看到了引肃化 憋笑的表情 用早饭的时候 明蕊还是不敢看 莫军叶这边 她平时高冷惯了 现在被人这样区别对待 反而有些不适应 她没吃多少 就放下了碗筷 眼看着明蕊又要下跪 她都无语了 她该不会觉得自己不吃东西 也是在跟她生气吧 明蕊 你膝盖太软了 站直一些 严肃化暗示了一句 明蕊汗都要下来了 在丞相府 她也是随时都在准备下跪的 一件事一旦成为了习惯 很难马上求证 吃完了早饭 杨侍卫过来禀告 狮子 狮子妃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 嗯 楚侍卫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多亏了狮子妃的药方啊 楚大哥 现在已经能够吞咽了 而且不会抽搐 脸上的表情 也能控制了 那就好 今日我回来之后 会再给补上一针 昨日的药方 你们煎了之后 让他自己喝下即可 小的知道了 莫军夜眼看着 自己手下这些侍卫 这么轻松就对尹宋华 感恩戴德 也没有不舒服 齐伯恒都没办法的事 尹宋华解决了 他保住了楚侍卫的命 他身为主子 同样感激 只是不想说而已 他们要出发的时候 王爷身边的随从 送来了一堆东西 说是宁王知晓 今日世子妃要回门 特意准备了薄礼 让世子妃带回去 莫军夜倒是没反对 这些东西 宁王府有得深 反而是尹宋华 那个表情 越得耐人寻美 怎么 鲜少啊 世子爷是明知顾问吗 我进门的时候 似乎是做过承诺 那么多人见证 我自然不会反悔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代我谢谢父王 不过这些东西 就留着吧 丞相府的人不配 尹宋华神情无比淡定 对随从说 哎哟 这不是我那个当了世子妃 就忘了自己姓什么的妹妹吗 哎呀 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是不是在宁王府寸步难行 所以回来给爹客头道歉了 尹天德的嘴 还是那么损 尹宋华没搭理他 也是疯狗而已 尹妙雪看到他这个样子 他以为他真的落魄了 也奚落了一句 大婚当日 姐姐不是很威风吗 还打了我和哥哥的脸 那副架势 似乎宁王府会给你撑腰一样 怎么 现在这么冷清就回来了 都这个年纪了 还是不懂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吗 苏华呀 今日回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吗 自然不是 不过 看父亲和夫人的面色 似乎不太欢迎苏华回来呀 尹苏华已经不是之前那个 在尹厚颜面前不敢说话的 卑微女儿了 尹厚颜看到她的变化 其实心里多少也是有些吃惊的 跟母家断绝联系 这样的承诺 你都敢轻易搭药 真是不笑至极 一旁的尹天德和尹妙雪 开始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只要尹厚颜用这样的语气说话 就说明他要惩罚尹宿话了 这些年来从来没有例外 既然父亲都能舔着脸把我送去凝王府 作为父亲的女儿 我怎么就不敢答应狮子的要求 不然父亲帮我想想办法 既能满足你的私心 又能让我顺利进入凝王府大门 而且还不被嫌弃 听到尹宿话这些抢白 尹厚颜自然气愤至极 但仰起手就要给他一耳光 却被一旁的沈玉湖拦住了 毕竟这是丞相府大门口 让人看到不好 老爷 笑笑气 他从小就不懂事 你又何必放在心上 苏花 还不给你父亲道歉 沈玉湖又开始挑拨离间 这是他用惯的伎俩 不过他和尹厚颜之间的关系 也用不上挑拨 已经足够疏远了 道歉 好吧 我听着 你们想要怎么跟我道歉 明瑞吓了一跳 这个地方 不管什么时候想起都很紧张 想不到狮子妃竟然敢这样说话 你莫不是疯了 沈玉湖想着之前儿女跟自己告状的话 这个野素话果然是大不同了 夫人 疯的人不是你吗 无论我在宁王府是否受宠 我都是宁王府狮子妃 你一个既是后母让我当街道歉 是想要跟宁王府示威吗 叶苏化 你莫要忘了 即便你成为了尊贵的世子妃 没有母家的支撑 终究什么都不是 母家 一个宠妾灭妻的父亲 一个既是翻身的后母 我难道要指望着你们成为我的后盾 你这种很辣的泼妇 跟我提母家 也不怕脏了你母亲的肚子 和你们神府的门门 马车上的莫君业听到这里 竟然觉得很过瘾 他这位世子妃 确实很对他的脾气 狂狈 世子妃 你是真的不清楚 还是在装糊涂啊 那个宁王世子 活不过一年 你以为你这个世子妃代表的是荣耀 只怕到时候你也难逃一死 沈玉湖咬牙切齿 极尽恶毒 本世子能活到几时 似乎还不由你这个技师来评判吧 话音刚落 马车的帘子掀开 莫君业那张威严的脸露了出来 见到他的时候 丞相府的人都懵了 沈玉湖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 刚刚一激动 他把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传说莫君业从小 被皇上和宁王捧在手心 性格是狂放冷漠 雅子必报 他们刚刚的话 都被他听到了 尹厚颜的脸色像是猪肝一样 憋了半天 竟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哎呦 相公 刚刚好像有人在诅咒你 尹肃花都没犹豫 直接跑到了莫君业跟前 一只手轻轻挽着他的胳膊 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 他本能的想要推开 不过想到之前他们说过的 要互相帮衬 加上尹肃花刚刚面临的 这些所谓亲人的攻击 他忍住了 专相大人 今日我陪娘子回门 看你们的样子似乎不太欢迎啊 不敢不敢 怎么会呢 世子 快请进 尹后颜的变脸技术那堪称一绝 尹肃花不想这个时候发难 毕竟他回来 还有正经事要做 妹妹 之前我好像跟你说过 趁着能享受就好好珍惜 因为会有报应 尹妙学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是真的担心 这次尹肃花就是回来找自己算账的 尹肃花没再理会他 静止跟着莫君业走在一起 他给了明蕊一个眼神 明蕊已经明白了 站着他们不注意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正堂之上 尹肃花看着坐立不安的沈玉胡 都想直接笑出来了 至于尹天德和尹妙学 表情就更是惶恐 那个唯恐 莫君业的眼神扫到他们的样子实在是滑稽 莫君业的嫉妒浑然天成 不怒自威 外界传言他喜怒无常 冷漠无情 而且很难接近 现在见到果然让人很有压迫感 气氛很是尴尬 莫君业没有先开口的意思 尹肃花也不想穿真一线 无奈之下 尹后颜还是开口了 尹肃花也不想要 没人接让他更是尴尬 尹肃花只是看着 并不想切尾 沈肃花已经感觉到尹肃炎的无奈 只能挺身而出 肃花呀 这次回来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虽然我们都在帝都 你终究是别家的人了 看看府里有没有你想带走的东西都拿上吧 也好做个念想 没错 在那边不要惦念我们 要孝顺王爷和王妃 多学多看 不能给狮子丢脸 既然父亲和夫人都这么热情 如果我拒绝 反而是我的不是了 我亲娘去世的早 当年她嫁给父亲 应该是有陪嫁 按照我朝规矩 我作为独女 娘亲既然顽固 她的陪嫁 也应添到我的嫁妆单子里 我说的没错吧 父亲大人 这句话正好打中了沈玉湖的七寸 那些陪嫁 她好不容易把持在手里 怎么肯轻易拿出来 父亲身为丞相 帮助陛下处理军国大事 都能游刃有余 我相信 我娘那点微不足道的陪嫁 父亲自然不会看在眼里 也不会假装找什么 寻不到当初单子的借口 来打翻我吧 尹厚颜已经明白 这个女儿是铁了心的 要跟丞相府划清界限 她这次回来 只是拿回那个女人 留在这府中的一切 慕君叶一言不发 她都没有想到 尹肃化竟然还有这一手 不过她不反感 这个沈玉湖她不喜欢 就像是不喜欢 那个王妃继母一样 万少 尹厚颜终于咬了咬牙 这个自然不会 如果不是混事太仓促 当时就应该让你带上的 既然你自己有这个想法 也算是有管家的才能 总比以后什么都要让王妃亲自教导你好多了 一会儿让你母亲清点一下 给你列个单子 父亲 我母亲已经死了多年了 你想让她怎么清点 旁边的沈玉湖真想一巴掌把尹肃化从这个房间扇出去 尹厚颜轻声咳嗽了一声 只能自己打脸纠正了这个错误 是夫人 她会帮你清点 不过当年的嫁妆单子 确实不在我手里 我们大用朝的律例 女子陪嫁的单子 都是自己保管 你母亲身过多年 那张单子 早已不知去向了 所以我的陪嫁 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丞相府的私缠 尹厚颜的脸色明显更加难看 不过她还没有说话 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嚷 世子妃 他们不让我进去 父亲 我的婢女 府中的人还不认识吗 当然不是 可是刚刚 没有跟你们一起进来 府里人 有些没反应过来吗 没听到丞相大人的话吗 你们这些构杖人士的东西 拦着我的婢女 是想在我回门当天 给我个下马威 世子妃 我已经找到周妈妈了 尹肃化眼睛亮了 差点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激动 看到他们的举动 尹厚颜有些迷茫 这主仆二人 又在算计什么呀 莫军夜倒是很自然 从头到尾 他都很清楚自己的作用 就是来当个摆设 坐在那里 帮助尹肃化镇场子的 只要有他在 丞相府这些人 就不敢把尹肃化怎么样 尤其是刚刚他听到尹肃化 是要争夺 他死去娘亲的陪嫁 他心中也有些不忍 虽然从小到大 父亲大人一直都疏于表达 从来不曾在女儿面前 表现什么天伦之爱 反而是大哥和妹妹 能够自由出入 父亲的书房重地 外面的宴会 女儿也不曾参加 不过这个女儿 倒是可以理解 父亲一定是担心 我见到别人家的千金 都有亲娘跟在身边 而且穿着青娘 给置办的衣物 怕女儿 会自残行贿 这些个诛心的话 尹肃化说的时候 无比痛快 尹后眼脑壳都要炸了 但是看着坐在那里 安然自得的墨君业 就是没有办法动怒 沈玉胡的表情更是难看 像死了老娘一样 尹肃化停顿半天 看着他们那个 无比纠结的脸色 心里有些痛快 话锋一转 他又说 不过女儿相信 我娘亲的嫁妆 父亲不会让我失望 之前的那些不善言辞 都是因为看到女儿这张脸 就想起我娘 而那些东西 一直没有让我接触 也是怕我徒增悲伤 不过女儿年岁大了 已经嫁为人妇 也该学会面对了 对吗 一番话说下来 尹后眼恨不得直接把她摁在地上 让人乱棍打死 另外 女儿这些年向父亲提出的要求 应该是寥寥可数 故儿今日回门 再斗胆提一句 父亲 应该不会不耐烦吧 尹后眼几乎都不想张嘴了 可是又没有办法不应付 当然不会啊 宁蕊我带走了 可是我身边 还缺少一个万事皆懂的婆子 既然当年母亲陪嫁过来的周妈妈 闲下来了 不如让她随着女儿去吧 提到周妈妈 沈月胡的脸色彻底沉下去了 不行 我只是觉得 她年龄大了 应该没有办法适应宁王府的规矩和生活 而且 她已经多年不再掌握伺候了 头脑也不灵光了 带她过去 恐怕是要丢人的 夫人的意思 到年我娘把她带过来 是选错人了 沈月胡不得不感慨 这个隐俗话 之前或许都是装的 也可能是莫军叶给了她这个勇气 总之她现在有戾气锋芒 当然不是 我是为了你考虑 如果你想身边有几个得力的人 我自然会帮你安排好 那之前怎么没有安排 现在又想做戏给谁看 你觉得我会感动吗 好了 都是一家人 何必说这样的话 伤了大家的和解 尹厚颜不得不出面调停 莫军叶还是那个样子 一直没有说话 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毕竟现在 尹苏华完全掌控了局势 他也没有说话的必要 只要他在这里 丞相府的人 就不敢把尹苏华怎么样 一家人 父亲这句话 倒是让女儿很感动啊 尹苏华很讽刺的说了一句 不过没有继续往下说 有些话点到为止 大家都是聪明人 说得太透了浪费时间 尹厚颜果然眼神变了 这个女儿 现在变得她都不认识了 父亲 我还是想要带走周妈妈 应该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吧 苏华 这个不是我们不同意 是真的有些状况 什么状况 周妈妈现在是哑巴了 还断了一条腿 说完 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尹苏华听完眼神都变了 之前明蕊并没有告诉她 这些情况 看来都是这些人的手笔 她的眼神中似乎有怒火燃烧起来 沈玉湖都在闪避她的视线 而沈厚颜似乎是真的不知道 这些内宅的事情她一向不理会 明蕊 带路既然她刚刚找到了周妈妈 一定不能让他们提前去做任何部署 莫军夜也直接起身 看着在场的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既然是岳母当年陪嫁的老人 自然应该让我们带回去 这一句话 就已经盖棺定论了 沈玉湖即便是再怎么不愿意 也没办法了 穿过层层院落 他们终于听到远处 有阵阵叫骂的声音传来 不要脸的老货 就算你们的小姐现在贵为世子妃了 也不会想起你的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里 跟这些屎尿为伴吧 这个声音很是刻薄 倒是有些尹妙雪的风采 尹苏化快步走上前 看着前方 很偏僻的角落 几个婢女正围着一个 衣衫褴褛的老夫人不断打骂 老夫人趴在地上 几乎不敢动她 她身边还有一个倒下的桶 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洒了出来 风吹过一股恶臭迎面而来 是什么东西 他们依然明白 混账东西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沈渔胡着一嗓子 也算是在通风报信了 几个婢女听到 惊得朝这里看了一眼 赶紧跪在地上 而地上趴着的那个老夫人 艰难回头 看到人群前面的隐肃化 她的眼睛在放光 老夫人花白的碎发 在风中轻轻飞舞 凌乱而让人心疼 她满脸的皱纹 看到隐肃化之后 却被横流的眼泪所覆盖 这样的一幕 让人看到无比的心酸 宁王府的侍卫都不忍心看了 宁锐哭着告诉隐肃化 这位就是周妈妈 隐肃化已经想到了 完全没有顾忌 就朝着周妈妈走了过去 周妈妈看到她过来 却非常慌张地摆手 然后一直朝后面退 隐肃化知道 她是怕身上的脏东西 沾到自己身上 周妈妈在府中多年 一定经常偷偷地看自己 所以她一眼就能知道 自己是当年 他们小姐的女儿 周妈妈 对不起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的存在 隐肃化情真意切 之前太小 在府里完全没有权势 尚且要在别人的欺负中长大 更不要说有本事 护佑别人了 那个时候 宁锐也不敢告诉隐肃化 关于周妈妈的事 如果不是看到隐肃化 在宁王府的改变 她还是不敢说 周妈妈还在后退 坚持不肯让隐肃化靠近 如果我娘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一定会很自责 把你带过来 却没有照顾好你 周妈妈终于停下来 想起隐肃化的母亲 她伺候多年的小姐 眼泪再次模糊了双眼 可是她没有办法用手或袖子去擦 因为她身上都是刚刚那几个丫鬟 轻倒在她身上的粉汤 隐肃化忍着难闻的味道 掏出自己的帕子 周妈妈刚想躲开 却听到隐肃化说 你想让我擦眼泪 还是跟你一起跪下 文言 周妈妈不敢动了 他们小姐的女儿 自然应该是娇生惯养的 可是这些年 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隐肃化吃了多少苦 才艰难长大 她觉得对不起小姐 又不敢去死 因为小姐不在了 总要有人看着她的女儿啊 隐肃化含着眼泪 帮周妈妈把眼泪擦了擦 没事 我今天来 就是接你回家 她的话温柔而坚定 周妈妈听到之后 整个人都是狠狠的一阵 她没有想到 像是她这样一个 早就不中用的老妈子 隐肃化竟然会为了她 专门跑一趟 不料这个时候 跪在地上的一个婢女 像是不怕死一样的 说了一句 大小姐 这位妈妈是丞相府的人 你刚刚嫁过去 还是照顾好自己便是 她那个语气 还以为隐肃化是当初那个 他们也可以不放在眼里的 草包大小姐呢 隐厚颜刚想发火 怒斥这个不懂事的奴才 没看到他们都毕恭毕敬的跟着 她竟然敢给他们添麻烦 隐肃化却没给她这个机会 直接从小药房中拿出一颗药丸 塞进了那个婢女的嘴里 那个婢女瞬间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嘴巴张得老大 却没办法说话 她惊恐地睁大眼睛 看着隐肃化 用手不断地比划着自己的嘴巴 隐肃化也没客气 快步走到侍卫跟前 抽出一把佩刀 一刀下去 婢女的手直接落在地上 鲜血和地上的粪水掺和在一起 那颜色叫一个恶心 婢女掉落的手 也被浸泡在粪水之中 她想大声地喊疼 还是没有办法发出完整的声音 整个嗓子像是被堵住的烟囱 只有滴滴嘶吼的动静 其他人看到都吓坏了 尹后颜闭上眼睛 看样子 过去的隐肃化 真的是一去不返了 剩下的人当然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战战兢兢地跪在那大声喊着 大小姐饶命啊 大小姐饶命啊 记住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大小姐 我是宁王府世子妃 父亲 能找人来带周妈妈去洗个澡 换身干净的衣服吗 尹肃化此时的语气已经很冷漠了 尹后颜因为刚刚那一幕 确实感觉到很丢人 毕竟这是原配正妻留下的人 府里的下人竟然敢这般对待 传出去他的官声还要不要了 他抱怨地看了沈玉湖一眼 吩咐下人带着周妈妈下去了 宁瑞 你跟着过去 尹肃化当然不放心 没有自己贴心的人 万一他们使坏怎么办 莫君业对于刚刚的场景也很有感触 他身后的侍卫也有流泪的 你们两个也过去看着吧 莫君业对哭得最凶的那两个人说道 尹后颜明白 莫君业这是在告诉他们 虽然这是丞相府 也别想耍任何花样 周妈妈被人带走之后 也说话站起身 眼神变得无比寒冷 他的温柔都是给身边的人 而这几个婢女在他眼里 已经不算是人了 他慢慢地在这几人眼前夺了几步 几个婢女大气都不敢出 也不敢抬头 说他们是婢女 其中两个人也有些年纪了 估计也是府里做粗活脏活的下等女士 不过是把脾气发泄在周妈妈身上 突然一声惊呼 让大家的视线都落在尹肃化的脚下 尹肃化的脚狠狠地踩在刚刚那个打骂周妈妈的女士手上 还轻轻地撵了一下 现在的尹肃化发起狠来 确实让人看着害怕 尹妙学已经闭上了眼睛 这个大姐姐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女士自然知道尹肃化惩罚她的原因 所以也不敢辩驳 你们平时就是这样欺负 能当你们娘的周妈妈 你们自己没有母亲 没有老的一天 尹肃化的语气都变了 女士不敢说话 只是在磕头认错 后面几个小丫鬟更是吓得浑身发倒 别告诉我 你们不知道周妈妈是我娘留下来的 身份比你们尊贵 旧狮子非开恩 路边也是一身糊涂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不如自己也尝尝滋味 把粪水喝下去 我就饶了你 尹肃化的霸气 让丞相府的人都陌生不已 尹厚颜从刚刚的砍下那个婢女的手时 就闭上了眼睛 这个女儿自己终究是低估了 她骨子里果然有她亲娘的沙发过去 莫军叶不但没有觉得尹肃化残忍 脸上竟然还露出了欣赏的目光 她不清楚之前的尹肃化是什么样 总之在她跟前的这个尹肃化 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 而且性格绝对适合站在她的旁边 一时糊涂 还是在有些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 越来越畅酷 这个我不想知道 世子妃饶了我们吧 女婿怕死又不肯真的把分水喝下去 不然就跟她一样 自断一只手吧 你们不过是欺负我亲娘不在了 从小便欺辱我 还这样虐待周满吗 我们又马上要你们的命 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她这个话更像是说给沈玉湖母子三人的 尹天德都在发抖了 这个妹妹从她出嫁那天的异常表现 就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 之前那个一直被他们宰割的尹肃化 似乎是活在他们的梦里 肃化 你刚刚大婚 还是行善积德吧 这样对你对世子 也都有好处 积德 纵容府里的人做这种缺德的事 夫人还有脸让我积德 这话传出去 这不怕让人笑话吗 尹肃化没客气 狠狠地挖苦了一句 她说话的时候 眼神没有任何闪躲 过去那个任人欺凌的尹肃化 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 是绝对不受人欺负的 宁王府 世子飞 尹后颜冷哼了一声 终究没有说话 尹肃化却不问她 想要表达什么 憋死她 这种不作为的父亲 自己就当做没有了 需要我动手 还是找人帮你们 世子飞 我们没有了手 她怎么在城乡府当差呀 这个跟我说得着吗 你不是应该问问 你们这位夫人吗 如果她想要留下你们 自然会给你们分派 力所能及的伙计 她已经没有耐心了 刚刚那个情景 一直在她脑海里回旋 算了 还是我帮你们动手吧 父亲 府中的婆子 就这样看着吗 不然 让我的侍卫帮忙吧 保证一刀一个人头 眼后颜知道 她说得出来可就做得到啊 而且即便是宁王和皇上知道了 也不会苛责她 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 她脸面全无 无奈之下 她终于下令 让随从和婆子们 按着地上那几个人 强行把粪水灌到了他们的嘴 这里的味道实在不怎么好闻 相公 我们还是回前院吧 苏华呀 你之前住过的院子 这几天呢 已经收拾出来了 你什么时候得空回来 都可以住下 这样的伎俩 在隐苏华眼里 根本就不足为道 堂堂丞相 在宁王府世子面前 也不外如是 父亲 是担心我被宁王府羞气吗 隐苏华很直接 笑容却很真诚 似乎只是在开玩笑 隐后颜后面的话 直接被截断了 咽回了肚子 沈玉虎也不敢接话 他平时对隐苏华最不好的 这些年 他把隐苏华当成 眼中钉一样的存在 眼下他春风得意 怎么会把自己放在眼里呢 至于隐天德 只是在大门口的时候 说过几句话 从莫君业出现之后 连个屁都不敢放 平堂里面的气氛 很是尴尬 谁也不肯先说话 隐苏华和莫君业 都是怡然自得 压力是他们给出来的 他们也不打算帮忙缓解 明蕊回来的时候 场面才算 稍微的活跃了一点 世子妃 我把周妈妈带过来了 隐苏华看了看 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周妈妈 经过梳洗 他整个人利索了不少 可是头上的碎发 还有脸上的皱纹 仍然叫人心疼 这些年 他到底是怎么挺过来的 还没等他走过去 周妈妈已经凑了过来 虽然他的腿已经断了 还是坚持跪在隐苏华跟前 隐苏华马上把他扶起来 周妈妈的表情 透着无比的温暖 莫君业看着这样的一幕 纵然再怎么铁石心肠 也会有所触动 周妈妈比划着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说话 隐苏华好像明白了 周嬷嬷 你有东西要交给我 这个年龄 完全可以当他的祖母了 周妈妈听到这个称呼 有些受宠若惊 不过 他还是颤抖着双手 从很贴身的地方 拿出一个非常破旧的口袋 像是捧着自己的命一样 隐苏华看着他这样珍惜 问了一句 这是什么 周妈妈继续比划着 让隐苏华打开 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 而隐后颜的眼里 更是露出担心的神色 这些年他一直都在找这个 原来是在他的手里 隐苏华接过来之后 轻轻拆开 这个口袋已经跟随周妈妈太久了 所以都有一种异味 不过隐苏华完全没有嫌弃 他这样珍惜地藏着一定很重要 里面竟然是保存很好的一张单子 上面详细地记录着当初他母亲木青竹的陪嫁 这是他们刚刚还在讨讨论的嫁妆单子 有了这个 丞相府的人就没有办法抵赖了 至于这些东西被沈玉湖他们强占去多少 都要原封不动地吐出来 隐苏华大概看了一下 母亲的陪嫁 金银首饰其实不多 主要是一些田地和铺子 其中竟然还有一家药铺 帝都好几个黄金地段 竟然都有母亲的陪嫁产业 父亲 这张单子 你可认 自然认的 实在还说年代太久 已经忘记了你母亲 都陪嫁了些什么 线下有了这张单子 就好办多了 你放心 我这几天就派人 把这些店铺清点一下 送到宁王府 那多麻烦呀 既然单子在手 大家也都在 就请父亲直接按照上面的内容 把那些田产和铺面的地器 交给我便是 也算是父亲 对女儿出嫁的一份心意了 莫君业看着隐肃化跟丞相府这些人张牙舞爪的对质 实也觉得挺有意思 他是真的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 就这么确定他能治好自己 让自己一直当他的靠山 难道他不懂 万一自己回天乏术 他是没有办法在宁王府生存的 那个时候 他今日做下的一切 都会被丞相府加倍奉还 不过他没有阻止 他明白 尹肃化是在为了他过去的娘亲 争一口气 姐姐 就这么着急跟尘相府划清界限吗 一直没有开口的尹妙雪 终于赶张嘴了 他很清楚 这些东西一旦被尹肃化拿走了 他们就会失去很多利益 沈玉湖已经答应他了 黄金地段那几件铺面 以后是要给他当陪嫁的 他当然也很清楚 那些根本不是沈玉湖的东西 已经当初他进入丞相府 只是个妾室 能有多少产业 沈玉湖担心了 现在的尹肃化 可不是自己这个女儿能对付的 怎么 妹妹 是因为这些铺子 现在是夫人经营着 你就觉得何该是你们的了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 这些年 这些铺子的收益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算 果然 尹肃化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沈玉湖犀礼暗恨 这个尹肃化 果然够狠 苏华呀 这些年 如果不是夫人帮你经管着这些东西 按照你的能力 说不定啊 早就已经亏损一逐了 你就何必计较这些吗 父亲 我原本没有这个意思 是妹妹提醒我的呀 而且你怎知 我没有这个本事 我母亲给我留下的东西 在我手里 即便是败光了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了这些年的收益 没有要租金 已经算是客气了 即便是父亲告到狱前 我也站立 尹后颜当然不会真的把这样的事情捅到朝堂上 虽然可以坐实尹肃化不孝顺的罪名 可是尹肃化现在的样子 哪里会在乎这个 而且这件事情一旦泄露 大家的关注点是他唐桃一品大猿 竟然贪图去世原配的嫁妆 那对于他来说 可是大大的污点 足够那些言官做文章了 你既然这样说了 我自然不会拦着 一会儿我就清点一下 把这些田产地鸡都交换给你 然后再补偿你一些银两 丞相大人不用觉得吃亏 毕竟我们宁王府的聘礼 你们并没有让我娘子带回来 两相比较 你们还是赚了 这个话让尹厚颜老脸通红 他瞪了沈玉湖一眼 要不是他贪图那些东西 依着他的意思 怎么也要把这个戏做足了 现在让莫俊叶直接说出来了 他是陪了女儿 又没有落到任何便宜 哎呀 狮子何出此言 那些东西 我们原本是要陪嫁回去的 只是时间过于仓促 还没来得及进行处理 无妨 既然丞相大人喜欢 那就留下吧 莫俊叶的语气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尹厚颜还想说什么 莫俊叶已经不理会他了 没办法之下 他只能让沈玉湖 把手里那些田产和地器拿出来 然后按照周妈妈那个单子 都交还给了尹苏华 哎呀 行了 既然这些都处理好了 厨房那边 饭菜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用个便饭吧 饭桌上 有些话自然就好说了 尹苏华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父亲果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什么场面都没有办法让你忘记吃饭呀 刚刚那几个婢女嘴里塞粪的场面 我可是记忆犹新 请说女儿没见过世面 没有办法在面对那么恶心的事情之后 还能装足入无其事的吃饭 殷后言沉默了 如果不是莫军叶在这里 他真想直接打死叶苏华 这个女儿在府里憋了这么多年 竟然被养成了这种性子 果然从木青竹肚子里爬出来的 能是什么好东西 如果父亲不嫌麻烦 周妈妈还需要一辆马车 就让她跟明蕊坐在一起吧 还有我娘亲店铺那些收益 就请父亲直接折成银票交给我便是 至于田产这些年的收成 就当做女儿 孝顺父亲了 后路都断了 拿着这些财物 你守得住吗 说到这个 还要感谢世子 今天这么配合我 之前宁王府送去的聘礼 就当做是买断我跟尹侯颜的一点血缘了 你放心 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报答 莫军叶一个无比正经的人竟然想歪了 突然他捂着自己的胸口 皱了皱眉头 病情发作了 近些日子似乎越来越频繁了 压制了这许多年 已经算是万幸 尹肃化用余光看到了莫军叶刚刚那个变化 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就从小药房中拿出一颗药丸 直接递到了莫军叶跟前 吃了它 它的语气 从之前的痛快变成了严肃权威 莫军叶感受到了它的改变 竟然有些愣住了 这是什么 你放心 毒死你对我没有好处 我还指望着你一直活着 我才能继续忽加虎威呢 尹肃化把莫军叶的手打开 把药丸放下 莫军叶拧着眉毛 那种痛苦的感觉 还有莫名的对尹肃化的信任 让他没有时间考虑太多 仰起头 他把药丸吃了下去 今天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这就是我生长的环境 这些年 我甚至不知道周妈妈的存在 就连我母亲的名字木青竹 我也是今日看到那个单子之后 才知道的 莫军叶还在难受 这个要完并没有办法 马上发挥作用 过了一会儿 那个折磨人的感觉 才慢慢消退 不过这个已经足够让他吃惊 之前如果发作 他都要痛苦的冷汗淋漓 并国侯独女 当年如果不是任性 也许会嫁得很好 对于尹肃化的绅士 他却很清楚 帝都中大小权贵 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 他都了如指掌 只不过 大家都被他太过于耀眼的地位 所迷惑 并没有注意到 他可怕的消息网 你说我娘 不然还有谁啊 定国侯 我在帝都这么多年了 怎么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当年你母亲出嫁之后 他们居家网边关 多年不曾回来 你怎么会知道 莫军叶的表情 已经恢复如常 似乎刚刚那个犯病之后 要面临巨大痛苦的人 并不是他 他心里着实汗染 尹肃化的医术 也许真的如齐伯恒所说 更在他之上 一路上 尹肃化没有再问 关于母亲竹的事 他还有足够的时间 他现在更加担心 周妈妈的嗓子和腿 还有没有复原的可能 如果身边的人 他都没有办法治好 还怎么让莫军叶 相信自己的医术 马车很快回到了宁王府 尹肃化一刻也没有闲着 让明蕊先带着周妈妈 回他们的院子 他则是去了 楚侍卫养病的小院 见到尹肃化出现 在那里照顾楚侍卫的人 都很感激 楚侍卫现在自己也能活动了 而且也能清晰的说话 书下 谢过世子妃救命之恩 破伤风在这个时代 毕竟还是绝症 不管是直接让他丧命 还是劫之 那都等于结束了他的一生 别乱动 我还没有宣布您好了 尹肃化没有沾沾自喜 在确认楚侍卫康复之前 他也不能掉以轻心 他又从工作室 拿出了两支针剂 一支抗病毒试剂 一支消炎针 侍卫们觉得眼睛都花了 到底世子妃 把这些东西 藏在什么地方了 两支针剂注射完 尹肃化又吩咐他们 让楚侍卫继续服用自己的药方 才退了出去 路过莫君业的院子 他并没有打算进去 有人出声把他叫住了 啊 世子妃 请留步 齐公子好 对于同行 尹肃化还算是有些好感 齐伯衡脸上的笑容很是和煦 跟莫君业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 也是奇怪 这样两个人竟然会成为朋友 啊 方才我给君业切了脉 发现他的脉象 竟然比之前平实了一些 而且听闻方才他险些发作 想来是世子妃 给他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我自有跟着祖父学医 学医不经 很想跟世子妃讨教一番 尹肃化观察了一下他的表情 突然变得不太高兴 齐伯衡眼里的猜疑让他不爽 毒药 你信吗 觉察到隐俗化的不满 齐伯衡也有些不好意思 希望世子妃能够理解 毕竟满地都甚至整个大庸的名医 都已经为君业看证过了 这具体情况 相信你也有所了解 我有这个疑问 只是出于关心 你自己也是郎中 直接切脉不是比问我更好吗 既然自我矛盾还没有调整好 就把嘴闭上 齐伯衡还想解释什么 尹肃化却直接离开了 老爷 我们就这么算了 沈玉红满脸写着不甘心 从他手底下 没有一天好日子长起来的尹肃化 竟然在丞相府撒野 让着莫君业这个将死之人 抖落起来了 这个事情对他来说 绝对不能认 不然你想怎么样 现在去宁王府 跟他们讲理吗 尹厚颜也很心烦 不过莫君业的性格 还有宁王这些年对他的纵容 他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别说是上门砍了 他们家婢女一只手 就算是直接要了 他的命又能怎么样 而且这件事说出去 怎么都是他们不占理 苛代先夫人的老奴 他这个丞相立于朝堂之上 都容易被人笑死 既然这样 也不能便宜了他们 哎呀 忍一忍吧 最多一年 到时候莫君也一死 宁王府 难道会保全的 音速化 这些都是你最后的风光 好 我听你的 母亲猪那些陪假 我知道你舍不得 之后啊 我会想办法帮你弄回来 他把我挣头夫人的名头抢走了 这些年我一直被人看不起 这些都是那个贱人造成的 他的陪假 不过是给我的补偿 沈玉湖说起这个 眼神很是雄狠 以后颜没接他的话 直接轻轻的把他搂在怀里 老爷 我们要不要把宁王府之前送来的那些聘礼都送回去 毕竟这个传出去 也会让人看不起 反正我们不缺这些东西 既然母亲竹的陪假都拿回去了 这些东西留着又能怎么样 这样不妥当 我们这个时候送回去 不是显得心虚吗 而且也会让人知道 我们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把片铃送回去 给女儿当嫁妆 反而让人笑话吗 那就悄悄的送回去 只让宁王府知道就行了 哎 那样更加不妥当 没有不透风的墙传出去 我们更加丢人 沈玉湖点点头 这些东西确实不太好办 之前他们只是觉得 引租化嫁过去之后 如果聘礼没有带回去 他只会更加被人轻视 没有想到短短两天时间 他竟然站稳了脚跟 可以让莫军业为他出头 那些聘礼反而成为了烫手山芋 老爷 这次是我考虑不周 让你费心了 沈玉湖这些年深得 引后岩的宠爱 就是因为该示弱的时候 绝对不会逞强 让他觉得自己的男儿本性 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没事 谁也没想到 这个逆女之前都是装的 沈玉湖既然下定决心 要跟我们划清界限 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一年之后 莫军业并故 她是死是活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引后岩对于这个女儿 确实可以做到完全舍弃 在她心里 这个敌女本来就是空占了一个身份 如果她死了 沈玉湖的儿女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敌子敌女 沈玉湖心里也在冷笑 她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现在的尹苏华虽然风光 不过是一时 他们要走的路 还有很长 尹苏华回到自己的院子 直接就让明蕊带着自己 去了安排周妈妈的地方 周妈妈见到尹苏华 还是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激动 这才是他们的小姐 是他们正头夫人生下的敌女 只可惜 这么多年在丞相府 她明珠蒙尘 如果不是这次大婚 地都很多人 竟然还不知道 丞相府有尹苏华这号人存在 看到周妈妈那个激动的样子 尹苏华心里感慨万千 她一定是把对娘亲的感情 一并加在自己身上 周母母 以后我就这样称呼你 毕竟你是当年跟我母亲一同到了丞相府 这些年 也在默默地守护着我 都怪我 之前并不知道 还有你在背后看着我 我出嫁那天 就应该把你戴上的 尹苏华在那些小人跟前 可以很霸气 不过 在他心疼的人跟前 会有足够的温柔 摩摩 你别动 我帮你检查一下 看看你的舌头 还有腿 还有没有复原的可能 周母母眼神变了 复原 她这个样子 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有人不想让她说话 毕竟她说出来的东西 会让丞相府颜面见识 至于她的腿 是最近才受伤的 她很是配合地坐在那里 任由尹苏华 轻轻地把她的腿伸直 尹苏华把她的裤子搂起来 然后轻轻地按压了几下 看到那支冷出来的那条腿骨 尹苏华的眼泪差点又下来了 明蕊也是第一次看到 周嬷嬷的伤势 这样的场景太过于残忍 尹苏华开始后悔 当时在丞相府 为什么只是砍断了 其中一个婢女的手 应该把她们的腿都打折才对 忍着心里的悲伤 她冷静地在周嬷嬷的腿上 又摸了几下 周嬷嬷的表情已经说明 她现在还能感觉到疼痛 见到这个情况 加上刚刚自己掌握的 严苏华反而放心了 周嬷嬷 张开嘴 我看看你的舌头 把这个吃下去 尹苏华动作非常利落 已经从小药房中 把自己那套银针拿出来了 周嬷嬷 把衣服脱了 然后坐好就行 小姐的女儿 竟然会这些东西 尹苏华动作非常熟练 连续在周嬷嬷身上 好几个穴位下针 周嬷嬷感觉到 自己的舌头 好像是有一股力量在顶着 闷障感和压迫感都有 心里的惊奇 还没来得及释放 尹苏华已经起针了 好了 周嬷嬷 过会儿 我会帮你挣骨 不过这个过程 应该会很疼 加上你这个腿伤 已经有很多天了 有些组织已经开始粘连 甚至开始错位生长 面临的痛苦 会比别人更强烈 你要忍住 没事 不用着急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刚刚帮你看了 你的腿还有救 周嬷嬷眼神变得无比惊奇 她的腿不是已经断了吗 竟然还能接上 狮子妃 木板来了 帮我扶着周嬷嬷 不要让她乱动 不要看我 看另外一遍 尹苏华引导周嬷嬷分散注意力 不然这个滋味会更加难受 当周嬷嬷听话的 把脸掰到一边的时候 尹苏华手上迅速用力 咔嚓一声 周嬷嬷那条断腿的骨头 再次被尹苏华拉动了 周嬷嬷疼得当时冷汗就下来了 按住她 不要动 尹苏华突然命令了一句 这句话比之前的任何一句话都要严厉 这不是开玩笑和温柔的时候 明锐心神马上紧张起来 用力按着因为疼痛 想要挣扎的周嬷嬷 周嬷嬷年岁是真的大了 这样的痛感一波一波的袭来 终于昏迷了过去 世子飞 周嬷嬷是不是不行了 害她的人还没有死 她怎么会不行 昏过去正好 免得乱动 尹苏华也觉得轻松多了 掀开周嬷嬷的裤腿 尹苏华又把自己准备好的膏药 全束贴在她的腿上 用纱布缠好之后 又绑上了木板 用来固定 做完这一切 她擦了一下头上的汗水 行了 可以松开了 世子飞 我们刚刚是在干什么呢 尹苏华还没有回答 门被人推开了 本世子爷想知道 世子飞把人救回来 就这样折磨 到底为了什么呀 世子爷 你想让我解释什么 难不成这位嬷嬷 是你的仇人 当然不是 世子不用胡思乱想 我刚刚是在帮她接骨 她的腿刚刚被人打断没几天 还有救 虽然过程痛苦了一点 总比下半辈子都当个瘸子好 尹苏华可不想延续这个误会 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 没有必要兜圈子 让大家都心累 莫军叶的表情又变了 这个解释 她完全没有想到 她身后的齐伯衡 表情更是惊涛骇浪一样 你竟还会接骨 这个很难吗 齐伯衡咽了一口唾沫 看着尹苏华那个认真的表情 又看着因为疼痛昏死过去的周嬷嬷 你是说她的腿还有救 当然有救 不然我让周嬷嬷受这个罪干什么 她又不像是王妃身边那些 看不清眉眼高低的人 她是我母亲当年的陪嫁 对我来说 也是很亲近的人 莫军叶看着尹苏华那个坚定的样子 越发欣赏 也许这次冲喜 真的是件好事吧 狮子爷 这里是下人的房间 你在这里不合适 还是出去说话吧 尹苏华提醒的一句 表情很淡定 已经不是在丞相府了 他也不需要莫军叶配合自己什么 所以表情也没有任何亲密 这个变化 莫军叶感受得到 真是个收放自如的小骗子 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他 到了后院的一处凉亭 尹苏华主动提出在这里休息一下 之后也没有跟他们客气 直接自己就先坐下了 他这个完全不坐坐的样子 让齐伯衡都觉得惊讶 这样的女子 他实在是平生都没见过第二个 世子妃啊 我可否讨教一下 方才 您给周嬷嬷接骨之后 是不是又用了什么药物 是 尹苏华简单回答 而且没有展开的意思 旁边的莫军叶 看着都想笑了 齐伯衡真正想问的 应该是他到底用了哪些药材 很显然 尹苏华不太喜欢这位齐公子 其实啊 我也想打听一下 那些药物的成分 都是有益于骨头生长的 你身为医者 自然应该懂得 只是各种药材的比例多少而已 这是我私人的方子 应该没有必要 跟齐公子探讨 引缩话的语气 明显还在因为 齐伯衡之前的质疑生气 齐伯衡也感觉到了 看着莫军叶 莫军叶却是一副 势不关己的态度 自己的世子非怼人 他这个世子怎么会拆台呢 我只是担心 那位嬷嬷年龄大了 承受不住这样的痛楚 而且胡乱用药 对于他的断骨 必须有帮助吗 世子爷 你陪着齐公子小做 我方才耗费了不少力气 现实陪了 说完之后 都没有跟齐伯衡说什么 就离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 莫军叶嘴角 突然出现了一抹笑容 侍卫们面面相去 自从世子非进门 咱们世子爷的笑容 好像变多了 齐伯衡也注意到了 从来不苟言笑的莫军叶 刚刚那是在心内 军叶 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吧 你不觉得 我这位世子妃很有趣吗 莫军叶的视线 还在追随着远去的尹苏化 齐伯衡很是纳闷 你不会真的相信 他能治好你吧 难道 你能 莫军叶的话简单明了 既然没有希望 再错一次又能怎么样 就像是在马车上 尹苏化跟自己说的 赌输了 结果也不会更坏 只是跟之前一样 多浪费了一次机会而已 齐伯衡早就习惯了莫军叶的直接 而且他说的 也是实话 祖父对莫军叶的病情束手无策 自己还不如祖父呢 这些年也只是在安慰他而已 其实这些莫军叶 比谁都清楚 狮子妃 周嬷嬷真的可以好起来吗 腿是没事 就不知道嗓子会怎么样了 他的声带明显也受伤了 这个不是光靠针灸就能治好的 要用药 而且还要看他声带的破坏程度 什么声带 狮子妃 难道哑巴 你也可以治啊 先天的一定不能治 因为那个是基因或者自身缺陷造成的 后天的就要看情况 像是周嬷嬷这种 我可以试试 把握有多少 就不好说了 如果周嬷嬷可以开口说话 就可以告诉狮子妃当年的事情了 诶 宁蕊 你知道周嬷嬷的时候 她应该还没事吧 嗯 那个时候 我还在被二小姐的丫鬟欺负 正好周嬷嬷也跟我一样 被人追着打 是她认出我 问我是不是大小姐身边的丫鬟 然后告诉了我她的身份 关于过去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周嬷嬷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说当年夫人身边的人都不在了 有的死了 有的被现在的夫人发卖出去了 只有她一个人还在府里 好 这几天好好照顾周嬷嬷 不要让别人随便接进那个院子 现在世子爷身边的侍卫 对我应该还算是感激 你请他们帮忙的话 他们不会拒绝 晚上严肃化在房间里发呆 莫军叶推门而入 尹肃化还有些意外 世子爷 你怎么又来了 你好像不太欢迎我 毕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世子爷是觉得 单凭第一次见面 就能定下终身的契约吗 虽然听着挺浪漫 不过我觉得挺随便 你说话 也挺随便 别整天端着了 你这样不累吗 世子爷 我觉得你的生活需要一点色彩 总是这样板着脸 很容易面瘫 面瘫 就是想要做表情的时候 已经做不出来了 我过来 并不是跟你讨论这个 好了 过来吧 脱衣服 刚刚他不是说 短时间的见面 确定关系很随便 不用误会 我是帮你扎几针 你的身体啊 调养了这么多年 不死算是万幸了 莫军叶有些尴尬 还好 他从来都是一个表情 所以看不出来 怎么 世子是不敢在我面前脱衣服吗 我都不怕 不知道世子在顾虑什么 需要我帮忙吗 叶苏华又提醒了一句 莫军叶慢慢的走过去 然后坐在床上 看着尹苏华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看来世子爷 是不知道应该脱到什么程度 还是我自己动手吧 说完 他毫不顾忌的去解 莫军叶的衣服袋子 他本能的想要抵挡一下 却被尹苏华一个眼神震了一下 这个女人 还敢跟我瞪眼睛 顺利的把莫军叶的上衣脱下 尹苏华不禁感慨 这个皮肤还真不错 而且身材保持得很好 虽然这些年 他长期被病痛折磨 不过看情况 还真的是坚持锻炼呢 眼看着尹苏华 不知道从哪 拿出了一套银针 莫军叶眨了眨眼睛 每次都没有注意 他这些东西 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 不用紧张 完全放松就行了 尹苏华态度又改变了 像是在哄孩子一样 莫军叶都不知道 尹苏华到底有多少幅面孔了 第一针落下 莫军叶都没有什么感觉 尹苏华针法很高超 从来没有扎错过一针 不管是力道还是位置 都分毫不差 这种熟练度 即便是那些常年为我诊病的太医 也未能忘记下背 很是迅速的 在必要的位置都扎上银针之后 尹苏华又开始碾针 此时莫军叶终于有了一点感觉 五脏六腑好像都在微微发热 尤其是之前经常隐隐作痛的心口 现在有一种闷胀之感 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好是坏 稍微过了一会儿 引速化就起针了 他还仔细地看了看 每根银针上面的颜色 还好 有救 他不经意的一句话 让莫军叶表情又是一变 越是接触 他越是觉得引速化 说话靠谱 看到他干净利落地处理那些人 治疗病患 没有足够的经验 很难掌握那个分寸 还有那个熟练的气质 这位世子妃身上的秘密 看来还真不少 这句话你之前说过了 再说一遍 让你加深印象 同时也让你更有信心 这个过程不会很短 毕竟你这个病情 已经拖了这么多年 好得太快 也会要你的命 如果你只是个普通人 恐怕早就愈命了 如果我是普通人 未必会有这样的遭影 莫军叶在这件事情上 更加清醒 别人看到的都是他光鲜的面 今时今日 他所受的这些罪 也是这个身份所附加的 是啊 如果我不是占了 丞相府嫡女的位置 只是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户也好 商户也好 或许我娘都不会死得那么早 在这一点上 他们又找到了共同话题 明日 跟我进宫 进宫 为什么 当然是皇上要见你 皇上要见的是你的世子妃而已 那个人 横巧是我 尹肃化还是分得清楚 这其中的差别 莫军叶知道他通透 这些事情没有必要解释 那世子是要在这儿睡 还是回去睡 就这吧 如果突然发病 也有人发现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毕竟世子流速 对我这个世子妃的地位 也算是一种肯定 尹肃化没有矫情 冲着外面喊了一声 明日 帮我打盆水进来 莫军叶满脸疑惑看着他 估计是有话说 怎么了 莫军叶几乎无奈地问着 你确定不帮我把衣服穿上 尹肃化笑了 这个问题自己竟然忘了 你可以先把被子盖上 反正一会儿还要脱 听到尹肃化这样不负责任的话 莫军叶脸上竟然有点发热 看来他是真的不在乎跟自己之间的男女有别 怎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尹肃化看他不动就问了一句 还没等莫军叶回答 门口响起了明蕊的声音 狮子 狮子妃 我进去了 你还有时间穿衣服吗 莫军叶几乎是做梦一样 就被尹肃化安排得明明白白 直接躺下去 然后任由他把被子盖好 宁蕊 进来吧 尹肃化忍着笑对外面说着 宁蕊端着水盆进来的时候 看到莫军叶竟然躺在床上 这个情景让他有些气息 果然 狮子妃魅力无双 还是把狮子拿下了 他这个小脑的瓜子里装的是什么 也不清楚 狮子妃 外面有人想要见狮子 明蕊笑声说着 眼神都没有敢朝着床的方向看 尹肃化倒是有些疑惑 什么人 是柳小姐 这个时间 他一个大家闺秀 竟然来他们的新房要见新郎官 看来福远伯府的家教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 狮子爷 要出去看看吗 这样的人 你不是可以应付吗 如果把他弄哭了 我可不负责任 毕竟我下手可没亲没中的 明蕊 去告诉他 我马上过来 狮子爷 我先去处理一下 你那位自以为是的表妹 我要见我表哥 谁要见狮子妃啊 不过刚刚嫁过来 很多事情还不了解 我跟他说有什么用 狮子爷已经休息了 狮子妃马上就来 休息了 这才什么时辰 是不是你们那位狐媚的狮子妃 给我表哥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警告你啊 我表哥身体不好 如果你们把外面那些下三烂的手段 带进王府 让他身体受损 就是整个丞相府陪葬 都是小事 那你这样在我们院门口大呼小叫 我直接把你毒雅了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吧 他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丞相府敌女 现在还跟丞相府断绝了关系 将来莫军夜却是世子之位 自然属于姨母的亲生儿子 那个时候 他这个没有名分的世子妃 还想跟我转 原来是表嫂 我想见见我表哥 这个剑臂却一直阻拦 不让我进去 这样是不是不懂规矩 这些都是谁的规矩啊 你的母亲吗 怎么 王爷和王妃睡觉的时候 你母亲也曾经硬闯进去过 你说什么 你们成相府的人就这么没有教养 怎么 你刚刚不就是在做这件事吗 你还有脸跟我谈家教 那我只能想到 这是你们府远博府家学渊源 不然王妃怎么会纵容 你在府里这样放肆 他们附近自然有侍卫把守 听到尹苏华说这些 也都惊呆了 狮子妃说话也太粗鲁了 不过 是真的有劲 尹苏华这个 还不算是火力全开 毕竟他真正的本事 不是毒蛇 而是毒妖啊 他慢慢的在袖子里掏着 很快就拿出一颗药丸 要不要尝尝 他笑容无比神秘 又很蛊惑 柳琳郎想起来 王妃身边的那位王妈妈 好像就是被尹苏华 喂下了什么响声丸 三天不能开口 现在三天之期都没过 他还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呢 这只是普通的养容丸而已 看把你吓得那个样子 这点胆量也敢闯我的心房 惊饶世子爷 哼 看来 表嫂是铁了心 要管管这件闲事了 既然是闲事 大晚上的来找狮子爷做什么 你既然是王府的客人 就应该遵守客人的本分 这样横冲直撞 为了一点闲事 就来惊扰主人休息 传出去会让人讨厌的 身为亲戚 我好心提醒你 你这个性格 怕是以后不好找人家 那柳琳琅都要被气疯了 他的口才全方位落败 如果还不说到底来做什么 不如我们到王妃面前问问 你这样的客人 到底是仗着谁的势力 敢在主人跟前这样耀武扬威啊 柳琳琅知道 一旦闹到姨母跟前 万一让宁王爷知道了 怕是姨母也自身难保 他只能改变了态度 表嫂 风的琳琅也是一时着急 而且也是为了你担心啊 担心我 担心我嫁过来 就能顺利怀孕吗 当然不是 你表嫂说笑了 整个宁王府都很希望 表嫂能够怀上尖孙呢 行了 不用说这些客套话了 到底什么事 直接说 不说我就回去睡觉了 世子还在等着我呢 明日一早 我们还要进宫去呢 听到这个柳琳琅就更加郁闷了 这个女人 这是一步登天了 嫁给莫君业 从丞相府的阴暗角落 竟然可以到狱前了 表嫂 前几日 二表哥送大表哥的那条黑风犬 突然不吃不喝 放在下人过去查看 他竟然在呕吐 如果出了事 恐怕大表哥怪嘴 下人们又不敢在这个时候惊扰表哥 所以只能我自告费用过来了 不承想 大表哥今日 虽然心事得这么早 二表哥 就是王妃的亲生儿子吧 送条狗 生病了 要让世子亲自去看 怎么 世子是兽医 而且为了一条狗 在这耍了这么大的威风 这是在提醒我 我这个所谓的世子妃还不如王府的一条狗 原来如此 既然是别人所赠之物 确实应该珍惜 而且事关兄弟感情应该谨慎处理 不过 世子是真的乏了 已经脱衣躺下了 你总不能要求他这样身子弱的人 再折腾起来吧 我相信 即便是二弟知道了 也会于心不忍 你说呢 柳林郎张着嘴半天没有说话 不如我随你一道过去看看吧 总归我和世子已经是夫妻 她的爱犬 以后我自然要接触 尹苏华这个反应 怎么跟想的不一样 她不是女人吗 怎么不怕狗 明蕊 你也跟着一起来吧 你们守在这里 不许任何人进去打扰了世子 侍卫领命待在原地 只有那个姓杨的侍卫跟了过来 如果世子妃出事 她可没办法跟世子交代 怎么回事 下人还有些懵 世子妃竟然不怕这种大狗 杨世卫也很好奇 世子妃确实是 跟一般的女子不大相同 世子妃 明蕊担心地喊了一声 尹苏华没有理会明蕊 她慢慢地蹲下身 看着黑风有些痛苦地伸着舌头 然后轻轻地在她头上摸了两下 表情充满了爱心 她真的不害怕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尹苏华又特意到狗窝附近尸首 朝里边叹了叹 她的表情变了 而抱信的柳琳郎 却有些心虚了 刘小姐 黑风没事 只是被人关在窝里太久 鼻闷潮湿 肠胃虚火 扯她这样吹吹风 别让她着凉就行 明日变好了 杨世卫的眼神变了 刚刚世子妃的重点 已经很明显了 有人故意关着黑风 就是为了让她生病 从柳琳郎的表现来看 她显然也知道 柳小姐 为了这样的事 惊扰了我和世子的好梦 是有人指使 自然不是 她还在嘴硬 连一声表嫂都懒得称呼了 那就是你自作主张 对王爷和圣上都认可的婚事不满 故意让黑风生病 然后找借口不让世子跟我同房 你是担心我和世子 真的有后吗 这顶帽子扣下来 柳琳郎心中的轻视变成了惊讶 这个尹苏华竟然这么牙尖嘴利 她都要流汗了 这样的罪名她实在担当不起 琳郎只是觉得 这黑风是二表哥送的 如果出事 所以你想说的是 是二公子故意送了一条病狗 在我和世子新婚的时候 找世子爷的晦气 反而不是你故意制造黑风染样的责任 你可是这个意思 严肃化的语气 淡定 就显得有些阴险 这样的罪名 不管安在什么人身上 都是挑拨宁王府两位公子兄弟感情的大事 杨侍卫心中无比激伤 这个世子妃 跟我们世子果然很登对啊 哎呀 不过也有遗憾啊 我们世子还有一年不到的寿命 希望到时候 这位世子妃能够有个好结果呀 哎呀 表嫂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说不过了 就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了 这样的招数 给那些傻男人看还行 在我跟前 有必要吗 大家都是女人 这些个手段 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妖嫂 我知错了 知错 那我想想 应该怎么惩罚你呢 嗯 认识这个吗 是 如果这根针 扎在你的雅穴上 你就没有办法说话了 当然 还有另外的穴道 可以让你失去味觉 就在那耳朵后面 要不要试一试 尹苏华的声音还带着一点蛊惑人心的味道 柳林郎吓坏了 直接推开尹苏华 跑了出去 我的婢女 愣在原地 完全没反应过来 还不滚 等着喂狗吗 婢女 嗷一嗓子 把侍卫都吓了一跳 然后就窜出去 世子妃 您真是太厉害了 少拍马屁 我记得那天我进门的时候 你就站在最前面 那个时候 不是因为世子有令吗 早知道世子妃这样优秀 我们直接就开道了 嘿嘿嘿 我是逗你的 怎么真话假话都听不出来 吩咐下去 好好照顾黑风 给他吃点下火药 按照小孩的计量就行了 说完之后 他潇洒转身 带着明瑞离开了 世子妃 你不怕狗了 最可怕的是人 跟人相比 狗有什么可怕的 明瑞愣住了 这句话在他听来 很是心酸 世子妃 我在想 如果夫人还活着 那就好了 他活着 估计会更加生气 有个宠妾灭妻的相公 对他那样的人来说 应该是个致命的打击 所以 那天进门之前 世子妃才会要求世子 不许纳妾 我跟我娘不一样 如果她敢纳妾 我自然不会留下 你想去哪儿 他们刚刚踏入院子 就听到莫军叶的声音 此时 她正坐在庭院之中 月色下 清冷的面庞 像是俊美的雕塑一样 明瑞看到她 吐吐舌头 实想的告退了 去哪里都好 总之不会为了一个男人 跟其他的女人 争得头破血流 那样不是我的风格 叫真 也是几个男人装我 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没事 我只是过过嘴瘾 反正你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尹苏花并没有放在心上 两人相对无言 只有清风拂过 却不会显得尴尬 尹苏花的裙摆被轻轻吹动 而莫军叶的发丝 也撩动了尹苏花的心弦 除了臭脸点 他真的是个美男子 而且不娘不造作 充满硬气 嗯 莫军叶也静静欣赏着 尹苏花安静下来的样子 真的像是月宫仙鹅误入凡间 哼 好好一个美女 可惜找了一张嘴啊 你怎么不问问我 有没有对她动手 果然尹苏花打破了这份美好 无所谓 反正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这个真是心大 我连银针都掏出来了 最终不是没有扎在她身上吗 莫军叶还是很平静 尹苏花转了一圈 朝着周围看着 是不是杨世伟回来告诉你的 他叫什么名字 这种事 还需要他告诉我吗 好吧 那就是我善良公正的形象 太过于深入人心了 我也没有办法 谁让我就是这么优秀呢 莫军叶很好奇 一个女人竟然这么大言不惭地夸奖自己 她跟传统教条下生长起来的那些女人相比 简直就是野蛮生长 不过越是这样 她反而越能欣赏到的浑身上下都在流露出来的洒脱和自由 噢 世子 太晚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你不睡吗 尹苏花拍着嘴巴越过莫军叶回屋了 莫军叶又在庭院中坐了一会儿 眼神深邃 少蓉 哎 世子爷 有什么吩咐 以后 你少在世子飞跟前出现 莫军叶说完 也没理会瞪大了眼睛 还没理解这句话意思的杨少蓉 静自回房了 杨少蓉愣在原地 刚刚发生了什么 世子让我离世子飞远点 莫军叶醒来的时候 尹苏花的腿又搭在他的腿上了 这次更加过分的是 他胳膊也横在自己身上 看在你给我治疗的份上 就让你占点便宜吧 尹苏花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莫军叶还闭着眼睛 真能睡 尹苏花起身 然后迷迷糊糊地翻过床边的莫军叶 想要下床 结果因为没有足够清醒 又栽了下去 直接砸在了莫军叶的身上 这次他可没有办法装了 只能睁开了眼睛 而尹苏花的眼睛 近在咫尺 四目相对 两个人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自己 再不起来 我就把你踢下去 昨晚吃了多少东西 这么重 死满 这个死满 世子爷既然起来了 那就洗漱吧 看到尹苏花穿衣出去 莫军叶摸了摸自己的身上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尹苏花往外走的时候 脸上其实也有点红 尹苏花呀 尹苏花 之前还不是在标榜自己 不相信一件钟情 也不经受防犯婚姻了吗 这刚刚趴在莫军叶身上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心动是怎么回事 打扮好的尹苏花 出现在莫军叶跟前的时候 在眼前也是一亮 莫军叶这边 也有人给他准备了相应的祈福 比大婚当日的自然简单很多 不过他放在一边还没有穿上 想到大婚当日 他并没有迎亲也没有拜堂 即便是晚上假扮刺客闯入洞房 也是一身夜行意 尽速话说 狮子若是觉得这身衣服不合身 那就穿得随便一点 我也去换一身平日的衣服 免得让人看着像是花孔雀一样 我只是想要看看你穿起来是什么效果 如果不好看 我就没必要穿了 既然你想被人围观 我倒是不介意 侍卫们都懵了 大婚都没换吉服的世子爷 要穿大红 跟世子妃搭配 明睿 今日你就不用跟着了 在家里照顾周嬷嬷 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接进那个房间 世子妃 奴婢知道了 您放心吧 如果有事情 我就去请杨世卫他们帮忙 怎么今天没有见到杨世卫 是去照顾楚世卫了吗 要不要把杨少蓉 要出去一段时间呢 马车行驶在帝都宽敞的街道上 紧速化作在马车里 打亮着对面地目养神的莫俊叶 还挺像模像样的 勉强算是一表人才 能够得到他这样的夸奖 其实已经说明 这个颜值还可以 莫俊叶睁开眼睛 看着野俗化 你好像完全不紧张了 不是不紧张 只知道紧张也没用 尹俗化这是第一次进宫 很多东西不太懂 只知道里面规矩很大 不过有莫俊叶这个护身福在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今天天气真好 每天都是这样 不用打尽小怪 世子只是太久不出来了 所以觉得都一样 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幻莫测 才更有意思 不是吗 没有阴雨绵绵 怎么会珍惜晴空万里呢 你读过不少书 未必比你少 说不定文化水平比你高 我若是个男子 说不定可以考个状元 莫俊叶的眼睛都没有错开 一直盯着尹俗化 似乎是在判断 你有没有撒谎 世子 你是在寻找我哪个角度 更加好看吗 这样跳脱的问题 直接让莫俊叶无语了 马车里两个人有来有往 这样互动着 马车外面骑着马护送的侍卫们 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这位世子妃 或许真的是适合世子的那个人 皇宫外面早已经有内官出来迎接 给他们带路 尹俗化一直在东张西望 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 他再对比 这座宫殿跟自己知情去过的四大古都的都城 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们终于到了皇上所在的宫市 今日为了等他们 皇上特意颁布诏令 免了今日的早朝 参见皇伯父 皇伯母 两位娘娘 莫军叶很是随意 并没有说太多 而且简短的称呼 还把皇上和皇后当成自家人 尹俗化明白 这些应该都是皇上平时要求的 他跟莫军叶不同 总不能这样没有规矩 他跪在地上 坚持把自己要说的都说完了 臣妾宁王府世子妃隐俗化 拜见皇上 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 真妃娘娘 祝皇上和几位娘娘万福今安 皇上笑呵呵的让他们赶紧起来 一直打亮着隐俗化 皇后啊 怎么样 叶儿这个世子妃 品貌都不错吧 是啊皇上 两个人站在一起 真是天造的一对 地设的一双 绝配 林贵妃和苏贞妃都知道 这种时候不能出风口 所以只是陪着笑 没有作声 多谢皇上和娘娘夸奖 尹俗化这句话 就算是应承下来这些话 皇上听了之后 更是哈哈大笑 这个世子妃也太有趣了 这样的人跟自己那个无趣的侄子在一起 应该不会闷了 他慈爱地看着莫军燕 叶儿啊 你已经是成亲的人了 不可再任性妄卑 以后行事啊 也需要有男儿的担当 黄伯父 教训的是 皇上 这还不是你和宁王纵容出来的 即便依儿性格有些顽劣 品行总是好的 这样已然很好了 还是 他们又说了一会儿 尹俗化的肚子忽然叫了 皇上也听到了 这场面当时就有些尴尬了 莫军燕没有偏过头看尹俗化 这种时候看他 只会让他下不来台 没想到 他倒是多虑了 尹俗化完全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他很是自然的说着 皇上 鸡尾娘娘 我们一早就从家里出来了 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 臣妾饿了 皇上和皇后互相看了一眼 都笑了起来 林贵妃和苏贞妃也是相识一笑 这个世子妃还挺有意思 哎呀皇后啊 看来是怪我们了 御膳房的东西准备好了吧 赶紧传饭 不要饿坏了我们这位世子妃啊 哈哈哈 性格这么好的皇上 怎么会让你厚颜这样的伪君子 立于朝堂之上 而且是文官之首 是啊 只顾着让他们一早进宫了 不过这次叶儿倒是很乖 之前都是拖到用午膳的时候才到 成了亲 有了世子妃督促着 果然不同了 皇上笑容更深 看着墨君业那个眼神 真是无比的慈爱 尹苏化竟然觉得 即便是宁王殿下 看着墨君业的时候 也不会超过这份深情 难道是因为他命不久矣 所以皇上对这个侄子 格外偏爱 皇室的子嗣不多 而且皇上那一代 只有他和宁王两个人 加上一个大长公主 已经隐居多年 很少过问世事 尹苏化并没有反驳 只是简单的笑着 反正墨君业都没有否认 自己也没有这个必要吧 估计他进宫 也是走过过场 让皇上他们看看 自己已经按照他们的期望 成亲了 剩下的事情 就是听天命 尽人事 林贵妃和苏贞妃起身 他们很是实相 虽然是家宴 不过他们毕竟是妾室 跟他们一起用饭 总是不大好 皇上 皇后娘娘 臣妾准备了一份薄礼 送给世子妃 林贵妃气度非常华贵 姿态也非常得体 看着皇后的时候 那个眼神也很恭敬 没有任何侍从而交的状态 苏贞妃也是一样 她看着面相 就是很温柔的人 她也准备了礼物 要送给莫军夜 他们小夫妻 不过皇后说了一句 两位妹妹有心了 不过你们不用回避 既然让你们出现在这里 怎么会少了你们的碗筷 这样不是显得 我这个皇后太吝啬了 叶儿啊 你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记得太早了 怎么 这几天没有休息好吗 皇后在一边 意有所指的问着 这种问题 皇上自然没有办法问 两个妃子身份问题 自然也没有办法 大家都是过来人 自然听的明白 就连隐俗话 都明白了 这话里边的意思 看着莫军夜 那个又想默认的表情 她马上接过来 回娘娘的话 这几天 世子休息得很不错 皇后愣了一下 这样的问题 好像不应该 出现这样的答案 而且还是本应该 不好意思的 世子妃来回答 她看着隐俗话 那张倾国倾城的脸 想着莫军夜的性格 倒是有些可惜了 放着这么好的美人 竟然休息得很好啊 莫军夜看了隐俗话一眼 似乎想知道 他用什么理由 来说自己休息得好 毕竟你们都知道 咱们世子爷的身体情况 再怎么重要的日子 也不能乐极生悲啊 这几天 我都让世子 好好教养身体了 这话说的真是滴水不漏 并没有说世子 对自己不亲近 也没有说自己 对这门婚事不满意 而是拿莫军夜的身体 来说事 其实言外之意 已经很明显了 就说世子不行 几位娘娘不约而同的 都用同情的眼光 看着隐俗话 隐俗话保持了端庄的笑容 一一回应 皇上也在看着莫军夜 似乎是在探断 刚才隐俗话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结果莫军夜还是面无表情 似乎刚刚他们的话题 跟自己没有关系 皇上也无奈了 看来隐俗话并没有撒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撒谎对他也没有好处 原本他和宁王想得很美好 就是趁着莫军夜还活着 尽量让他留下后代 现在看来 这个希望怕是要落空了 他心里边有些失落 又没有办法表达 其实莫军夜心里非常的不爽 不过是懒得解释而已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现在最关键的任务 就是帮世子调理身体 这样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没错 夫妻之间是要相符到老的 叶儿的身体要紧 皇后说的也是臣妾想说的 林贵妃自然附和 只是皇上一直没有说话 好不容易把这顿饭吃完 皇后又提议 让他们在宫中小坐 一进来了 也不能就这样匆匆回去 另外她悄悄附在皇上耳边 说了些什么 皇上听了之后 原本紧锁的眉头 瞬间解开了 皇后说的不错呀 好不容易进宫来 就在这多待一会儿吧 我相信 你父王不会怪罪的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多谢皇上和娘娘美意 都没有等墨君业拒绝 殷素话就直接说着 他说完这句话 皇上很是担心的看着墨君业 按照他的性格 惯会让别人下不来台 这次不是他做的决定 殷素话越过他 直接答应了 估计他未必会给这个面子 结果 他发现自己的担心 竟然是多余的 墨君业不但没有反对 就连表情都没有不耐烦 看来这个世子妃 他是真的满意 皇上看墨君业 并没有急着回去 还挺高兴 这个侄子 他是当成儿子一样来疼的 甚至比自己的儿子 更加上心一些 毕竟他们都知道 墨君业的寿命有限 他们都想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让他感觉到 自己从来不是被人孤立的 这就是嫂子 真好看 比我在花上看到的人都要好看 五公主 你也很可爱 我知道 我只有可爱而已 墨云生倒是顽皮 顺着隐素话的话往下说 隐素话也没有觉得不好接 他自豪感觉不到五公主的恶意 毕竟年龄小 有些事情应该不用想得太复杂 隐生 这样会让你嫂子不好意思 别闹了 大皇子墨天爵 及时开口 帮隐素话解围 隐生 到母后这里来 宴会马上开始了 不要打扰你嫂子 隐生吐了吐舌头 然后冲着隐素话做了个鬼领 很是开心的跑开了 反而是其他几位皇子和公主 除了打招呼 并没有多说什么 估计他们也是不想让隐素话下不来台 毕竟这样的场合 他应该是第一次来 照顾他的情绪 就是尽量少问他一些问题 皇宫里的节目其实很固定 也就是一些歌舞节目 皇上他们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毕竟儿女和最喜欢的侄子都在身边 隐生年龄最小 又跟着跳动起来 这样欢托的公主 其实是最容易接近的 一群舞鸡下去之后 隐生离得老远 又问了隐素话一个问题 狮子嫂子 你是谁家的女儿 怎么这么好看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隐素话看了一眼墨君业 他并不想阻拦自己 我是丞相府敌女 我父亲是尹后颜 丞相府敌女 不是尹妙雪吗 哦 那是继夫人所生的妹妹 我平日并没有在外面走动 皇上听了之后 却有些不太满意了 既然隐生 他不知道这位敌女 怎么当初冲袭的时候 他那么积极的推荐 自己这位女儿 带着这样的疑问 他又看向隐素话的时候 不禁带着一点心疼 想要这个时候 让你父亲名声受损吗 我想 隐素话的回答简单明了 这种场合还是不够大呀 怪不得之前都没有见过你 那你会弹琴吗 老是听他们唱来唱去 我都要听烦了 想换点新鲜的 我最近倒是学了新的舞蹈 反正在场的都是自家人 父皇 母后 我可以表演吗 我倒是想看看 我妹这段时间 又学了什么舞步 反正你从来都闲不住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又是你哥哥 携世子飞进宫的好日子 你就表演一个吧 想要看我表演可以 一会儿我要听嫂子唱歌 云生 不许胡闹 你嫂子这是第一次进宫 不能为难人家 既然舞公主有这个兴趣 臣妾自然恭敬不如从命了 看看 还是我面子大吧 嫂子答应了 那我要表演了 欢快的乐曲响起 莫云生的动作倒是挺好看 这个时候的舞种并没有那么齐全 不过胜在她年轻 而且有朝气 所以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 夜舞结束 叶哥哥 我跳得好吗 腰太硬 我就知道 你一定不会夸奖我 估计是留着那些好听的话 给嫂子 那我们就等着听嫂子唱歌了 到你了 牧绝叶并没有担心引俗话 不是有信心 而是没期待 皇上 娘娘 那 臣妾献丑了 一朝花开帮流 寻下无米亭后 纵影朝下半日晖 风雨啄不透 一人共唱消首 太高兵泪难流 金树松把墨回首 无欲随磕头 昨夜雨树风舟 浓水不消残酒 试吻着恋人缺到海塘依旧 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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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氏绿飞红烧 真好听 嫂子 你一定要教我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随便唱的 没有什么名字 随便唱的 嫂子 这些词 难道是你自己写的 宴会还在继续 尹苏化做回去之后 又有几个节目轮番登场 你还会写词 我的事啊 狮子爷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能娶我为妻 你就偷着乐趣吧 他们这边正在说话 突然听到那边一片混乱 怎么了 传太医 皇后娘娘 还是把五公主抱到旧纪的房间 让她平躺 让臣方便诊治啊 皇后慌忙应下 就要把五公主打横抱起来 不过五公主的状态还挺不稳定 虽然昏厥 浑身还在不停的抽动 快想办法呀 你们愣着做什么 太医啊 五公主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医们互相看了看 却没有一个人敢给出肯定的答复 你们 散开一点吧 要让空气流通 你是 兴风 什么 皇后娘娘 五公主应该是极兴风 表现为高热 粗粗和昏迷 发病迅速 而且治疗不及的话 容易有后遗症 你怎么会懂这些 相信她就是了 她有办法 尹苏化不想耽误时间 直接从工作室拿出一支地锡盘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 就给五公主注射了进去 你在做什么 刘皇后反应过来的时候 尹苏化已经拔针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公主千金之躯 你怎么敢延误病情 还不让开 让我们仔细看看 滚开 别耽误我做事 尹苏化难得发火 这些老古董 自己治不好病 还在那里叽叽歪歪 很快 五公主平静了下来 尹苏化马上抓起了她的手腕 找到她的脉搏 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急性惊风 兴奋过度 加上风鞋入体 没什么大事 你竟然懂医术 略懂皮毛而已 这种病我见过 小时候也得过 所以才能这么快判断 刚刚不是故意得罪各位太医 实在是这种病等不得 不然就容易出事了 经者行动迟缓 重者瘫痪 皇上 皇后娘娘 五公主已经平静下来 想来不会有事了 稍后 微臣会给五公主 看一副针对风鞋 同时又能顾本的药方来 这位贵人 小小年纪 在医术上 竟然有如此见识 让老夫汗颜呢 不知道贵人是何身份呢 宁王府世子妃 隐苏化 见过世子妃 方才语言无状之处 还请见谅 太医 还是不要跟我寒暄了 抓紧给五公主开药才是 太医给五公主开好了药方 准备退下的时候 皇上特意留下了其中一个 皇上 不知留下老臣 所为何事啊 我是想让你想想办法 怎么能让世子和世子妃 顺利圆防啊 皇上小声地对太医说着 不过眼睛看着墨君业的方向 墨君业觉察到皇上的目光 已经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紧肃话当然也明白 老臣试试看吧 嗯 我知道你很为难 不过这件事 牵扯的问题到底有多广 你心里应该很明白吧 皇上的眼神 还是时不时朝着墨君业这里看着 隐苏化都要提醒皇上了 可这个也实在是太明显了 从皇宫出来的时候 隐苏化忍着笑 这种时候得学会表情管理 很得意吧 怎么会 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 怎么对你没有好处啊 让人家都知道你不行 难道会恭喜我吗 我说的是你救了五公主 你很得意吧 你在跟我提什么 隐苏化这次失算了 看着墨君业的眼睛真想直接开跑 好尴尬呀 这次没有经验 下次我注意 下次 你打算怎么说 总归这个不能算在我头上吧 难道我一直说我身子不爽力 是我的问题 算了 上车 墨君业总不能说 既然你传出去我不行 我今晚就让你看看我到底行不行 马车行驶在街道上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叫嚷 老板 醒醒好吧 我娘不行了 我真的需要一点药材 滚开 没钱来这买什么药 我这里是做生意的 不是做慈善的 停车 你管得了一次 管不了那么多次 管了一个人 不能管所有人 难道让我眼睁睁看着那个人 就这样死了 你需要什么样 我娘 你行行好 我可不可以跟你借点银子 我可以跟你立字句 或者是给你当牛做马 只要你愿意帮我救救我娘 可以 尹苏华完全没有犹豫 说完之后 他直接就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定银子 放在他手里 至于躺在地上那个妇人 他看出来了 多半是饿的 估计他们已经有段时间 没有吃东西 才会有这样的遭遇 老板 他现在有银子了 你可以卖药给他了 哎呀 算了算了 既然今天有人愿意帮你 我再不给你拿药 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刚刚你都没说清楚药什么 就说需要一点药才救命 我是真的担心 万一人没救过来 你反过来说是我的药有问题 你娘这个样子 不半是饿的导致昏厥 切记辛辣刺激和油腻的东西 让他吃些流食 恢复一下体力就好了 不过稳妥起见 还是去请个郎中 之后再来这里抓药 只要有郎中的药房 其实我也不是没同情心的人 你只管来我这里拿药便是 恩人 请问怎么称呼 我要怎么把钱还给你 有缘子会相见 先去照顾你娘 不用想着还钱 也不需要你的字句 被人感激的感觉 有成就感吗 世子是因为一直太冷漠了 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夸奖过吗 走吧 你不再观察一下吗 观察什么 我要观察他 是不是真的把银子 用在他娘身上 难道这个时代 也有专门博取别人同情心的骗子 一会就知道了 莫君业倒是很淡定的表情 他已经料定 待会儿会出事 果然 他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人群中有人在叫喊 说来让你们滚出地图 竟然还在 你们是把我们老爷的话 当成耳旁风了是吧 你怎么知道 地图是天子脚下 怎么会有穷困到这种程度的人呢 看他们的衣服 也是很久没有换过 明显是外地过来 结果遭遇了一些变故 莫君业的分析头头是道 尹苏华觉得自己刚刚确实是草率了 只顾着帮忙解决眼前的问题了 没想过背后的原因 不要让我们在帝都再看到你们 听到了没啊 听到这里 尹苏华已经很恼火 他又想下车了 到底是什么人 这样构杖人士 你们去看看 到底什么事 莫君业稳如磐石 气定神闲地让侍卫先过去 自己这位世子妃 这个风风火火的性格 只怕过去了 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最后跟人打起来 然后再给人扎针卸下巴的 他倒是不担心承担责任 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另有隐气 赵飞龙 你个负心薄性的人 他绑恩负义 踩着我的骨头和鲜血 才来到帝都 如今竟然不敢跟我相认 即便是不认我自己的亲婶婶 他倒也要赶出家门 不用废话 这里不是你们干来的地方 赶紧滚回去 现在还是跟你商量 如果再不走 你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人家想要在帝都 又没碍着你们什么事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没错 你们没有权力赶人 你们知道什么呀 这女人就不是个好女人 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 你们老爷来帝都赶口的盘缠 都是我出的 他所有的吃穿诱度 也都是我拿的 这件读书 送到他爹娘的钱 也是我给的 现在他发达了 就翻脸不认人 说我不是好人 打手们看着老百姓们 被这个女人的话煽动得更加激动 一时之间也有些不知道怎么办了 怎么 你们老爷不敢出来 让你们赖到先锋 赵飞龙 你给我出来 你说说 这么多年 我哪里对不起你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你一招得势 竟然背信弃义 你小心天大雷逼 本来给你留着颜面 既然你自己不要脸 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你是什么来历 一定要让我们说出来吗 你在松香河是靠什么生活的 你自己敢说吗 果然 女人不敢说话了 松香河三个字 就是她的死穴 百姓们也愣住了 这个地方他们未必去过 却都听说过 想不到 看着这么孝顺又文静的女人 竟然来自那里 你的身份 跟我们老爷 还般配吗 没错 我是不干净了 我也没有奢求她能留下我 就当是我之前一片痴心喂了狗 可是她自己的亲婶婶 她也不管吗 难道她老人家之前也做过什么让她丢脸的事 有权有势了 你就不要穷亲戚了 她什么情况 你会不知道 老爷的爹娘都死了 叔叔也不在了 她一个沈娘 对我们老爷一枚养育之恩 二枚栽培之德 为什么要为她养老送终 你们这是强此夺理 当年婶婶也是帮过她不上忙 甚至卖了自家的地 给她凑盘着进帝都 使她一次又一次的落榜 那是她单方面的说法 老爷的爹娘体弱 这些年他们家的田地本来就是二叔二婶在种 收成被他们摊没了多少 你们有脸说吗 这些都是她忘恩负义的借口而已 既然她薄亲寡议 我们也不会强求 让她自求多福吧 这样的人不会是什么好官 能高一跌中 希望我们能看到那一天 他年龄大了 估计是看不到了 你虽然年轻 不过身染花柳 一定活不长了 你这个愿望 怕是这辈子都没办法实现了 听到花柳这个词 百姓们都散开了 像是躲避瘟疫一样 狮子爷 我可以把它带回府吗 花柳你也可以治 是 那就带回去吧 墨君业表面上波澜不惊 内心却是汹涌澎湃 这种病只要得上了 只能等待痛苦死去 想不到 尹苏化竟然有办法治疗 自己这个世子妃 越发地超出自己的想象了 把他们带回来吧 跟我们走吧 你们 刚刚救你那个女子 你还记得吗 我们是他附生的人 你们是什么人 侍卫们都随了墨君业的脾气 根本就没给他们解释 直接亮道 打扰们有些懵了 他们的闲事也有人敢管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怎么 你也是他之间客人 想要帮他出头 再不闭上你的臭嘴 担心你人头不保 神头不保 这里是帝都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难道没有王法吗 你们这种人 也有资格谈王法 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也知道这里是帝都啊 谁给你们的权利 不让他们待在这里啊 你有本事说出你是哪个府上呢 别在这里抢出头 这样的人活着也是浪费空气